不待唐岩欣喜,原本存在丹田内的那一道天地造化火火苗,在这一刻陡然一跳,赫然又增大了一分。 无上丹经,控火术,进阶篇,一道口诀突然从天地造化顶内传出。 仔细消化下这些口诀,唐岩心中顿时狂喜。 原本只有控火术的简单控制之法,却没有修炼之法。 但现在,根据这段口诀中所记载,唐岩发现这天地造化火的使用也非常简单。 第一就是实力越高,施展出的天地造化火的时间越长,威力也就越大。 但这类却是直接使燃烧真气爆发出威力,只能算是物理上的量变。 第二就是服用宝物,经过无尽造化顶的炼化,提取出对天地造化火有用的元素,从而提升天地造化火的威力。 第三就是吞噬灵火。 凭借自己的机缘,如果能碰到存留在天地间的灵火,吞噬后便可促进天地造化火的威力。 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都是对天地造化火进行改造。 不同的是,天地造化火本来就是天地极为奇妙的火焰。 普通的灵宝对它来说并没有多少促进作用,所以只能不断地寻找灵火。 但整个天乡国似乎都没有灵火的记载,想要寻到也极为困难。 心中莫叹口气,这天地造化顶作为华夏第一神顶,里面蕴含了多少秘密,想要解开,恐怕只能凭借这天地造化火来破解。 这些事情既然强求不得,唐岩也不多做理会。 感受到自己暴涨的实力,唐岩微微一笑,脚踩魅影步再次朝火源风行去。 上一次大战完美胜出的火源们都已经心仰难耐,做好了下次战斗中一定要把唐岩打死的打算。 一直对唐岩无比厌烦的火源,此刻都眼巴巴地等待唐岩到来。 自从刚才被唐岩逃走,这群火源便望眼欲穿,一直盯着山下。 三个时辰的时间过去,本以为唐岩很快就会出现,结果左等右等,却一直等不到唐岩的身影,这群火源也逐渐焦躁起来。 那个人类果然无耻下流卑鄙,戏耍了他们好多天。 等到他们大王出马后,他自知不敌,再也不敢出现了。 当他们又开始议论纷纷,似乎在咒骂唐岩时,突然一只火源兴奋地吼叫起来。 一群火源立刻来了精神,纷纷朝山下望去。 当那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时,这群火源顿时有些热了盈眶。 奶奶的,终于来了。 毕竟只是灵兽,并非人类,城府自然没有人那般深重。 当唐岩看到他们兴奋的样子时,心中哑然失笑。 这群畜生肯定认为上次自己跑了,这次不想放过自己呢。 看到那只火源王依旧住立在火源群后面,唐岩对火源王鄙视的眼神视而不见, 心说就担心,你不出来,要不然,这些二阶的火源,可真不够自己打的。 哦! 火源王咆哮一声,火源快速朝唐岩冲去。 看着气势辉红的火源群,唐岩怡然不惧,身形同样快若闪电,朝火源群冲去。 很快,火源王眼中就闪过一丝凝重,原本的轻视也如数收起。 之前在自己的指挥下,这个无耻的人类还不堪一击。 没想到这一次来,这家伙竟然再次游刃有余起来。 之前这小子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每一个招式间仍然有招式之间的停顿。 但现在这家伙在战斗中虽然招式千变万化,但都如一招那般连贯自然,浑然天成。 短短半天时间,这家伙实力竟然提高了这么多。 好。 不甘心的火源王继续指挥火源们的进攻,不过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群火源并没拿唐岩怎么样。 反而在唐岩凌厉的进攻下,一只只火源开始受伤,战斗以一边倒的趋势。 那十三只灵源仅剩下了五只还有战斗力,而且看这样子,恐怕不多会就会倒下。 哦! 火源王仰天长吼一声,原本正在战斗的火源们突然放弃了攻击,全部闪到了一边。 唐岩眼中闪过一丝凝重,看着一步步走过来的火源王。 唐岩估计这次要该火源王上场了。 对着唐岩刺着牙,火源王怒吼一声,挥舞着拳头朝唐岩冲来。 看着火源王来势汹汹,唐岩并不示弱,已经踏足玄阶一品的唐岩,也想知道自己现在力量和一只三接灵兽笔究竟熟强熟弱。 碰!一人一员,两拳相撞,发出一道巨响。 唐岩蹬到后退一步,而火源王只不过是身体晃了一晃。 力量还差一分,不过现在的实力,对付你应该够了。 对火源王的实力有了一层认知,唐岩便放下心来。 身形栖身而上,拳头如同雨点般朝火源王身上招呼。 火源王的速度也极快,一人一员便在山间不断地搏斗起来。 小半个时辰的时间便在战斗中过去。 而唐岩在这一刻,骤然发现了火源王露出的破绽。 格斗之心运转,招式压根没有半分停顿。 武技和招式之间便迅速地转换,千山拳骤然轰出。 砰砰砰砰砰砰。 武道千山拳如同流水般,连贯自然地轰向火源王。 火源王天生神力。 而且在之前和唐岩的战斗中,也摸清楚唐岩的力量和他比还差一分,当下丝毫不惧赢了上去。 但火源王还是低估了武技所能爆发的威力,更不会料到唐岩这套千山拳。 每一拳的威力都会比上一拳强上许多。 第一拳火源王的气势还力压唐岩。 第二拳,唐岩的身形竟然也只是晃动了一下,和火源王力量相比,只差一线。 第三拳,火源王的身体猛地一颤,唐岩爆发出的力量竟然超出了火源王一分。 第四拳,火源王在唐岩成倍增长的恐怖气势下,终于狠狠倒退了一步。 第五拳,唐岩的拳头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打破火源王的防线,而火源王的身体也在这一刻猛地后退了三大步。 如果唐岩没有领悟格斗之心,无论在力量还是出招速度上,都不会是火源王的对手,最多与气打个平局。 但如果就是如果,火源王的速度和力量虽然很强,但唐岩出一百招都和出一招那般流畅自然,这寂静圆满的格斗水平,让唐岩一旦有一丝反击的机会,接下来必然就是狂风暴雨的竞机。 唐岩眼中闪过一丝疯狂,千山拳第六式毫不犹豫地爆发出来。 周围的空气有些扭曲,强烈的进风伴随唐岩拳头,朝火源王的身体轰去。 砰!莫大的力量袭来,火源王那庞大的身躯竟然被唐岩一拳轰飞,重重摔倒在地。 弱肉强时,逝者生存一直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强者之路不会存有侧影之心,一击得手,唐岩并不犹豫。 背后长剑取出,在半空中一道精妙的弧度,一剑封喉。 看到火源王被杀,一群火源眼中闪过浓烈的金句。 火源王在他们心中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强大如似的火源王,竟然输给了眼前这人,这个人究竟得多么恐怖。 哦! 失了主心骨的火源们,此刻如丧家之犬般匆匆逃窜。 唐岩并未追赶,而是取出匕首在火源王投入一剖,一颗赤红色的兽盒便落入手中。 直接将这煤兽盒纳入天地造化鼎,瞬间便被造化鼎炼化。 而唐岩也精神一震。 这火源本身就是火属性,对天地造化鼎倒有不少辅助效果。 当兽盒完全被吸收后,唐岩只感觉神清气爽。 算算时间,此次出来历练,还差十天左右,便就两个月了。 而自己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黄阶八品到玄阶一品的转变。 这份进阶速度,恐怕别人想破脑袋也不会料到吧。 还有十天的时间,唐岩自然不愿意浪费。 拿出长鹰留给自己的地图,便选定了下一个三阶灵兽扮演虎。 而接下来几天的战斗,唐岩也会尽可能地压低自己实力。 比如,正常需要黄阶九品才能抗衡的灵兽。 唐岩不断地挑战用黄阶八品,甚至黄阶七品来抗衡,以此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 果然领悟到了格斗之心,唐岩的作战力也轻松了许多。 用了六天时间,做掉了三只三阶灵兽后,唐岩便没有继续寻找三阶灵兽,因为他看到了一道更为壮观的瀑布。 这道瀑布约摸四十米高,十六米宽,那奔腾而下气势辉煌的流水,席卷着莫大的势能。 唐岩决定用最后的几天时间,在这里好好巩固下自己实力。 虽然这道瀑布只比上次的那道瀑布高出一倍,但根据加速度的原来计算,站在瀑布下面带来的重力势能增长得确实数倍。 砰砰砰,对于这样绝佳的修炼场所,唐岩这个修炼狂人自然不会铺张浪费,很干脆地就在下面练起了千山拳。 在唐岩不断地坚持练习中,这几乎是外界三十倍的重力下,唐岩忍受着那时刻要被压垮的感觉硬生生地挺住,开始适应起来。 砰砰砰砰砰,站在瀑布下面的唐岩,在疯狂地练习五天千山拳后,终于从最初始的三拳打到了第五拳。 算算时间,明天也该回云城了。 原本打算回去的唐岩,心中突然涌出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在瀑布下面练习炎暴涨。 这套武技需要玄接实力,才能刚刚开始修炼,仅仅玄接一品的唐岩,却想在瀑布下练习炎暴涨。 虽然很困难,但唐岩眼中却闪过无比的狂热。 如果能修炼成功,自己施展出的岩暴涨,威力必然会成倍地增长。 岩暴涨,以体内真气,硬生生压缩,然后迅速地引爆。 借助气流的蹦践之势,可对敌人造成无比巨大的伤害。 噗! 第一次,失败。 噗! 第二次,失败。 一次次的失败,提起的力道每次都会被瀑布冲散,但唐岩并不愿就此放弃。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当最后一天也快过去时,瀑布下面突然传出一道极为强大的波动。 一股极为肃杀,且极为狂暴的气势,陡然冲天起,直冲瀑布而上。 给我抱! 一声怒吼后,伴随着一道惊天的响动。 那四十多米的瀑布,在这一瞬,竟然全部被打散。 第零五四章,我不同意,唐岩也没料到,这一拳的威力竟然如此大。 仰头看着极落而下的瀑布,唐岩心头一阵恍惚。 两个月的时间,从黄街八品到现在的玄街一品,而且实力也夯得无比牢固。 两个月的修行,在今天,算是交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大卷。 从瀑布中走出后,唐岩仰天长笑一声。 声音悠长,直冲天际,惊起了无数情,瘦。 不管天色渐晚,唐岩脚踩魅影步,朝着来时的路急行而去。 等到唐岩回到云城时,天还没有亮。 身形在夜色中不断起落,很快变到了唐家大院。 如果灵猫一般回到自己房间,从始至终都翘无声息。 看着一尘不染的房间,唐岩知道小翠依旧每天打扫。 而自己实力已经步入玄街,想到爷爷的实力已经玄街九品,唐岩心中一动。 凭借自己前世的经验,唐岩便看出唐老爷子是脉络受损。 而唐岩心里对唐灵是自己爷爷的身份,更是已经认同。 所以,唐岩也在平时极为隐晦地探查下唐老爷子的症状。 而病因还真被唐岩给查了出来。 每天修炼出的灵气只够维持修复脉络,压根无法让实力有所寸净。 而针对唐老爷子的症状,唐岩早已准备好了药材。 只要自己的实力踏入玄街,便开始为老爷子炼丹。 走进自己的丹房,唐岩开始炼起丹来。 已经踏入了玄街,自己又要重新炼制,适合自己修行的丹药。 所以唐岩格外的忙碌,一日清晨,太阳尚未升起。 唐老爷子便早早起来,站在唐家大门外。 这已经是唐老爷子第五天如此了。 气候已然深秋,临近出冬。 哪怕已经玄街酒品的唐老爷子,此时也披上了一件棉袍。 时间一点一点地溜走,唐老爷子的头发,眉头都沾上了露珠,唐老爷子也没有心情擦。 今天便是云城选拔参加冬裕大比名额的日子,自己的孙子竟然还没有来。 虽然唐老爷子心里也想让唐岩参赛并获得成绩,但和孙子的命比起来,任何比赛都不值一提。 这都两个月了,自己孙子连个阴性也没传来,究竟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一时间,唐老爷子也有些后悔,当初自己怎么就如此草率地答应了唐岩的请求。 当时间指向九点,莫伯从大门走了出来,轻声道, 老爷,大少实力已经黄街七品,那二街的灵兽对大少的威胁并不大,哪怕打不过,逃命还是可以的。 况且大少也说了,他师父会暗中保护,相信过不了几天,大少便会回来了。 哎,这整整两个月了呀。 在莫伯这个老友面前,唐老爷子也不隐藏心中的忧虑。 或许大少没记清楚时间,如果明天大少还不回来,我们便出动所有精锐力量,前往苍云山寻找大少。 莫伯在一旁提议,只能如此。 唐老爷子点点头,看了眼天色道,那东玉、大笔的参战名额选拔,马上也要开始。 虽然唐岩没到,但东玉、大笔这种事也关乎我们云城荣誉,我们必须出席,准备下一期去看看吧。 两个老人带着唐家一些随从,坐马车朝云城正中的云台赶去。 云台,地处云城中心,上面为一个400平的擂台。 擂台为碎铁岩打造而成,坚固无比,可承受天阶强者的权力一击。 平日极少开启,哪怕是中秋大会,也没有使用云台。 除非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或者关乎云城荣耀的事情,才会将这个擂台开放。 此刻的云城中心,又是无比的热闹。 云城大部分人,都暂时丢掉了手里的工作,纷纷朝这里赶来。 这次争夺参赛的名额,一共就三个。 而云城众人,也全都料定。 这次名额柳家柳志,肯定要算一个,城主千金灵冬雪,要算一个。 这一次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各大家族子弟,争夺仅剩的一个名额。 秦家的秦和,武家的武飞鸣,唐家唐言,都是云城比较热门的人选。 这也是唐家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下,会被人和秦和,武飞鸣这样的人比。 毕竟唐言上次和柳志的大比,对众人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黄街六品的实力,便可和黄街九品的人争锋。 这样的魄力和实力,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 当然,还有一些人,也在云城人们的期待范围内,比如钱家的钱如龙,赵家的赵臣,李家的李兴风,听说这些人的实力,也都到了黄街六品。 等到唐老爷子赶到时,其他四大家族的人早已到场。 作为云城四大家族之一,唐家此刻的地位也十分微妙。 原本排在四大家族之末的唐家,此时却被众人列为唯一可以和柳家争锋的家族。 看到唐家的人来,前面围观的人立刻让出一条通道。 看到一众人走到唐家作席,众人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 那个让大家同样看好的唐言,怎么没有出现了? 而这个发现,也立刻在人群中传开,众人的目光不断地落在唐家作席,时不时地指指点点。 可能是因为众人对唐言这个顽固大哨的印象根深蒂固。 虽然唐言当时能和柳志争锋,无比惊艳,但此时大多数人所讨论的,无非是唐言不敢参战。 还有一些谣言,是说,唐言实力根本没有黄街六品,上次只是借助一些法宝,强行提升了实力,现在法宝用完了,就无法参战了。 更有一些谣言,说唐言已经两个月没有露面,是因为上次和柳志的决斗中受了严重的暗伤,现在不知死活。 三人成虎,唐家到场还没一刻钟,这些看似无比离奇的谣言,竟然在人群中悄悄地传开。 而且,真有一部分人相信了。 看到人来得差不多,城主灵孝走上了云台。 扫尸一圈后,目光在唐家的位置多停顿一下,心里也有些奇怪。 这个唐言究竟跑哪儿去了? 而城主府的探子,也确实两个月没传来唐言的消息了。 这小子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难不成真和谣言那般,唐言已经翘辫子了。 但想到之前和唐言各种交往的事迹,林孝就感觉极为荒谬。 唐言虽然看起来无比年轻,但做事之老成,分析事物的鞭辟入里都非常人所及。 这样一个妖孽般的人,会如此轻易地死。 唐言没来,林孝也不能去等,清了清嗓子,大声道。 众所周知,一个月后便是冬裕大笔。 也是冬裕各城之间对年轻一辈的优秀弟子的一个检阅。 当然,更关乎我们云城的荣誉。 我们云城将拥有三个参战名额,事关荣誉之战, 务必选拔出云城最优秀的人才。 但凡入选的影响们,你们将代表云城出战。 林孝极富感染力的话说出,在场的一些年轻人血液开始沸腾。 代表云城,为荣耀而战。 这不也恰恰是众多年轻人心中经常幻想的事情吗? 这次选拔的范围,不限地位高低,不问出身贫富。 只要你是我云城中人,只要你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都可以报名参加。 林孝说完这句话,不少年轻人眼睛一亮,本以为没有机会参战。 没想到这选拔的范围,竟然这么广泛。 相较于云台这边的热闹,唐家可就清闲得多。 啊,当唐岩练好单出来,冲个早换好衣服,准备去找自己爷爷时,就听到一声尖叫。 这穿透力十足的女高音,着实把唐岩震了一把,不满地看着走出来的小翠道, 大白天的,鬼叫什么? 少爷! 真的是你回来了? 小翠瞪大眼睛,如同见了鬼般。 听到小翠的话,唐岩没好气到,这才两个月不见,连我都不认识了。 不,不是不是! 小翠急忙摆着手,小脑袋却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自己少爷突然消失了两个月,难不成一直躲在家里? 少爷,你一直都在家里啊。 老爷在这些日子,每天都到门口站着,听说是要等少爷回来。 小翠急速说道,我也没想到,突然少爷就回来了。 听到小翠的话,唐岩的心猛地一抽搐,爷爷每天都站在门口等自己回家。 顾不得和小翠解释自己究竟是从外面回来,还是一直躲在唐家里。 和小翠说一声自己要去爷爷书房,便匆匆朝外面走去。 少爷,老爷不在家呢。 小翠急忙拦住了唐岩。 爷爷去哪儿了? 唐岩顿住脚步,扭头问道。 听说,今天是冬狱大比的选拔日子,老爷必须出面。 在哪儿比的? 唐岩又问。 云台,喂。 少爷,少爷。 小翠刚说出地点,就见唐岩几个起月间就消失在了原地,失神地叫了两声,才跺了跺小脚嘀咕。 刚见面就消失,少爷究竟怎么了? 云台上,城主林孝江又说了一些励志的话,便提出了选拔规矩。 这次比赛,按照中秋大会上的成绩。 其中,柳家柳志,城主府林东雪,秦家秦和,五家五飞鸣四人开始比赛,分出前三的名次。 而其余人等,进行擂台赛,坚持到最后的那人,则和第三名决斗。 最后胜出的人,则代表云城参加冬裕大比,对此大家可有意见。 这个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公平,众人自然没有意义。 正待众人纷纷复合之际,一道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我不同意。 第055章,柳志的隐藏实力。 这道声音不大,但在场大部分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众人,惊讶地扭头看去,一道身材轻瘦修长的身影,从一个拐角走出,徐徐朝天坛走来。 唐岩。 当看到来人,人群中发出一道惊呼。 唐老爷子豁得一下站起来,激动地看着来人。 当看清楚那张俊秀的脸时,一张老脸已经占红。 因为心情太过激烈,唐老爷子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又怕是自己看花了眼,唐老爷子仔仔细细地打量。 两个月的时间没见,自己孙子,外表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没什么变化。 这小子,不会是跑哪儿花天酒地去了吧? 短暂的激动后,唐老爷子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么一个想法。 其实这也怪不得唐老爷子,唐岩练就得无上丹精,乃天地间第一丹精,容自然之道,很难从外再看清楚唐岩的实力。 孙儿见过爷爷,唐岩急忙走过来,对着唐灵行礼。 好,好。 唐老爷子拍拍唐岩的肩膀,虽然自己孙子看起来没多大变化,但唐老爷子担心的只不过是唐岩安危。 此时,看到唐岩平安无事,他也放下心来。 众人看到唐岩出现,一时也有些轰动。 虽然唐岩打断了这次选拔的进程,但有了唐岩的加入,岂不是更加热闹? 而唐岩的出现,也让之前的流言不攻自破。 秦家和武家的高层,此时面色有些阴沉,这个家伙在这个时候,出来添什么乱子。 城主表面不动声色,但唐岩的出现,还是让他心里莫名惊喜了一阵。 难不成这小子,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意外? 看到唐家祖孙在那里叙旧,林孝并未打扰。 反而是唐老爷子意识到,这个场合不太合适常谈,对着林孝善意地点点头。 唐岩,你之前说不同意,你可有什么意见? 林孝问道,众人的目光也落在了唐岩身上。 唐亚并不慌乱,信部朝前走了两步,朗声道, 我认为武飞鸣,秦河两人没有资格进入被挑战名单。 对于唐岩这个质疑,城主并不表态。 反而是武家老爷子忍不住,跳起来指着唐岩喝道, 放肆,他们两人没有资格,难不成你有? 唐岩对此并不生气,反而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 不错,我有。猖狂。 武老爷子没料到唐岩竟然如此不言不惨。 这既然是城主大人定论的,不是你说没有资格就算了的。 秦老爷子慢条思理地说道,似乎认定了唐岩打不过秦河。 此刻数万人的目光,都饶有兴致地看着几大家族之间的交锋。 等到众人的争吵停下来后,城主灵孝笑着问道, 比赛的规定就是被挑战的人里面要满四人,不知你认为谁有资格? 林姑娘,和我。顿了顿,唐岩又道,其他人城主大人随意安排, 不过我建议,其余人全部到擂台赛中,第一的那人直接进入冬裕大笔的入选资格。 唐岩此话一出,场面又是一片哗然。 如果说唐岩不同意城主的安排是嚣张的话,这个提议便可称之为猖狂。 这被挑战的名额,竟然直接把柳志排除在外。 随着唐岩这句话说出口,众人的目光又落在了柳志身上。 面对唐岩的挑衅,柳家大哨又该如何处理呢? 好大的口气! 柳志嘴角一撇,前两个月和唐岩交战。 虽然唐岩最后那一击展现出的实力让他大为震撼, 但他并不认为那是唐岩自己拥有的实力, 应该就只是一个保命的手段。 况且,这两个月的时间,他自己本身也进步了许多。 当下韩生问,既然唐公子认为刘某没有资格, 不如正大光明地和我打一场。 如果你赢了,我便自愿进入擂台赛的选拔。 上一次,唐岩凭借黄杰六品的实力, 硬生生和自己抗了二十招。 那份无比屈辱的战绩,如同苍蝇卡在了喉咙里, 让柳志感觉无比的恶心。 正巧凭借这一次,一雪前耻。 柳志的话落下,场面一阵安静,全部看向唐岩。 唐老爷子脸上露出一丝着急, 一旁的墨薄倒比较沉得住气,小声安慰道。 老爷安心便是,以大少最近的所作所为来看, 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 没有把握的事情,大少不会乱下决定的。 听到墨薄的话,唐岩心中稍安, 坐在位置上,等待唐岩如何回答。 如此,依你便是。 城主大人,唐家唐岩,申请和柳志一战。 唐岩对着灵孝拱手道, 城主灵孝沉思片刻,才点点头道, 既然你们二人都无意见, 那便云台一战吧。 哼,让我看看,你又有多少长进。 柳志纵身一跃,身形如同陵园, 轻巧地落在台上,而这漂亮的一手, 立刻博得了满堂贺彩。 唐岩微微一笑, 给唐老爷子一个安心的眼神, 晃悠悠地走上云台。 拳脚无眼,若战斗中出现伤亡, 也属尝试,希望唐公子做好心理准备。 柳志眼中闪过一道杀机。 废话真多。 可以开始了吧? 唐岩不耐烦地问道。 想死就直说。 来吧。 柳志站在那里,等待唐岩出招。 灵笑也是一比赛开始。 唐岩不愿浪费时间, 身体快速朝前面冲去。 当感受到唐岩展现出的气息后, 众人眼里不禁露出怪异之色。 这唐岩的实力, 依旧是黄街六品, 真的能打过柳志吗? 吃了上次的亏, 柳志直接动用了黄街九品的实力。 看到冲过来的唐岩, 柳志眼中闪过一丝残忍。 黄街六品, 看我这次不打死你。 唐岩快速地朝前轰出一拳, 柳志同样出拳相迎。 就待两人拳头就要相撞在一起时, 唐岩的拳头突然诡计一变, 朝柳志肘子处打去。 柳志心中一惊, 如此迅猛的一击, 这家伙是怎么如此流畅地改变出全诡计的? 急忙变换招式去挡, 却因为仓促间改变的招式, 威力只有全胜时期的七成, 和唐岩相铺的第一击, 黄街九品的实力, 竟然没占到任何便宜。 一击之后, 唐岩并不休息, 甚至并不避讳与实力高出自己一筹的柳志近身搏斗, 又是无比迅猛的一拳。 这一次, 柳志倒是学乖了, 只用了黄街八品的威力来抵抗, 留一分力气应变唐岩是否会换招。 果然, 就当两人的拳头又要落在一起时, 唐岩出拳的轨迹再次一划。 砰砰砰, 拳头碰撞的声音不断传来, 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这精彩的对决, 让人看得大呼爽快。 唐岩的表现又将众人惊艳了一把。 不过虽然唐岩能和柳志一决高下, 但众人并不好看唐岩。 毕竟黄街六品和九品之间的差距, 如同一道天欠。 只要时间一久, 唐岩必败无疑。 城主也抱着这样的想法看着, 但很快, 林孝双眼微微一眯, 一道金光一闪而眉。 唐岩虽然只有黄街六品, 但和柳志打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吃力, 反而给自己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当心里生出这个想法时, 仔细确认了几次后, 林孝心中终于掀起了惊涛骇浪。 唐岩那小子表现出的状态, 就是无比轻松。 黄街六品对上黄街九品, 能打出这样的效果, 这份战绩可谓非凡。 和唐岩打了一会儿之后, 柳志心里也开始窝火。 自己有一些杀伤力巨大的武技, 但这小子的攻击又如此迅猛, 每个招式之间的衔接, 如同开挂一般流畅。 自己用出了黄街九品的实力, 竟然有一种极为憋屈的郁闷。 如果继续下去, 恐怕自己的脸真要在云城丢尽了。 哼, 怒吼一声, 柳志身上的气势一变, 一股颇为强横的气势 从柳志身上散发而出。 什么? 一些人失声叫道。 众人瞪大眼睛盯着柳志, 这庞大无比的气势, 岂是黄街舞者能释放出来的?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柳志已经步入玄间。 所有人看着柳家, 眼中都露出一丝忌惮。 柳家不愧为云城四大家族之首, 培养出的后辈大多数卓绝云城。 假以时日, 恐怕这云城真就成了柳家的天下。 这唐家小子, 这次可要输了。 人群中不时发出类似的叹息。 本来众人看到, 唐岩能以黄街六品的实力, 硬抗黄街九品, 一个个都感觉热血沸腾, 感觉唐岩上有一线机会。 但柳志突然展现出的强大实力, 将众人所有希望浇灭。 隔街如隔山, 黄街和玄街之间相差得实在太多。 唐岩双眼微眯, 看着杀意腾腾的柳志, 竟然到了玄街, 还真是有些麻烦。 我用黄街七品, 配合千山全崩, 你一次试试, 看看能不能挡住你一击。 咦? 就当众人感觉唐岩没有半分希望时, 突然有人惊呼一声。 众人急忙看去, 只见云台上的唐岩, 身上气势也是一变。 黄街七品! 众人又是一阵惊呼, 转而更多的则是期待。 唐岩凭借黄街七品的实力, 又能在柳志手底走几招。 到了如今, 依旧没有人相信唐岩有翻盘的机会。 黄街七品? 还是太弱。 柳志冷笑一声, 直接一拳朝唐岩轰来。 没有半点花哨, 完全凭借强大实力带来的力量和速度。 伴随柳志快弱闪电的一拳, 唐岩魅影步刹那展开, 身形迅速朝后退了半步, 千山全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砰砰砰砰, 身体快速移动四次, 带着强大无比的惯性。 唐岩身体又是一个回旋, 千山全第五拳携带着强势的力量, 朝柳志狠狠轰轰去。 好强! 众人看到唐岩展现出的实力, 眼中闪过浓烈的震撼。 这样的力量, 真的是黄街七品能够发出的吗? 玄街低品功法。 当感受到唐岩这第五拳的威力, 灵啸失声惊呼起来, 如此高品阶的功法, 唐岩从何处得来? 又如何迅速地学会? 如果让灵啸知道, 唐岩这招后面还有第六拳, 第七拳, 它又会有多大的震撼。 第零五六章, 你实力到底几节了? 当唐岩这招迸发出来后, 所有人面色一变, 那一拳胜过一拳的威力, 让所有人都意识到, 唐岩所用的这套武技品阶不服。 碰! 一声巨响, 气流四处飞溅。 玄街高手一击, 果然气势非凡。 虽然唐岩这一拳威力不俗, 但明眼人却一眼看出, 唐岩在这一拳上已经落了下风。 再来一拳试试。 柳志同样发现了唐岩不敌, 眼中闪过一丝疯狂, 体内真气大量朝拳头回去, 一道更加凶悍的威压, 从柳志拳风朝唐岩负压而去。 恐怕唐岩要失败了吧。 众人全部发出一阵叹息。 唐岩的实力固然不错, 竟然能应接下玄街高手的一击。 这份实力, 恐怕入选东玉大笔的资格, 并不是难事。 碰! 就待众人已经对唐岩绝望。 唐岩身上的气势, 在原本的基础上, 硬生生地再提了一大截。 黄街八片! 唐老爷子心神全部放在自己孙子身上, 唐岩的每一分变化, 都没有逃出唐老爷子的眼睛。 当感受到唐岩的实力气势后, 唐老爷子也终于确信, 自己孙子这两个月的时间, 确实经历了不少磨难。 两个月进阶一品, 这份进阶速度已经算是不错。 而刚刚打出了第五拳的唐岩, 身形又是一个回旋, 一股更为凶悍的气势突然迸发。 千山拳第六拳, 碰! 两人再次对撞在一起, 发出一道巨响。 这一次, 唐岩的身形只是稍微晃动一下, 并没有多大影响。 哪怕是柳志城府多深, 毕竟是年轻一辈, 大风大浪并未经历过。 自己爆发出玄阶的实力, 都没有占据完全的优势, 让柳志对自己的实力不禁产生了怀疑。 连退三大步, 柳志眼中犹豫了一下, 便决定动用自己的底牌。 双掌在这一刻陡然张开, 在半空中不断地化缘。 随着柳志的速度越来越快, 很快就爆发出漫天的涨影。 一道灵力而肃杀的气势 从柳志身上迸发。 黄阶中凭武技, 看到柳志的动作, 一些明眼人立刻看出了 这套武技的强横。 霹雳掌! 陈鹤一声, 柳志纵身而上, 身形形成一个圆形的掌影。 将唐颜笼罩而去。 第六拳之后, 感受到柳志身上的变化, 唐颜并不停顿, 身上的气势又一次变化。 这一次, 所有人瞳孔猛的一缩。 唐颜此刻是实力, 赫然增长至黄阶九品。 记得上一次唐颜在和柳志的对碰中, 实力只不过黄阶六品, 这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这家伙的实力, 就陡然蹦到了黄阶九品。 对于众人的诧异, 唐颜并不过问, 身体猛的一旋, 千山拳第七拳, 狠狠朝前轰去。 周围的空气, 在这一刻都有些扭曲。 当时唐颜竞拍这套武技时, 天宝拍卖行, 仅仅凭借其前两世, 就判定这套武技的品级为黄阶中品。 唐颜此刻打出的第七拳, 所爆发出的威力至少要在玄阶。 所有人都压制住呼吸, 瞪大眼睛紧张地看着云台。 哄! 又一道沉闷的声音传来, 众人定睛看去, 脸上的精液愈发浓郁。 只见台上, 唐颜依旧保持着一拳轰出的姿势, 而柳志则已经登登登地连续后退八步。 破! 一道血丝顺着柳志嘴角一出。 这样的结局,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场面安静到真落可闻。 前面看台上的林冬雪, 美目好奇地在唐颜身上打量。 印象中, 真正和唐颜的第一次交集, 就是这个登徒子极为无赖地调戏自己。 第一次见到他的景象和现在相比, 差距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服不服? 唐颜嘴角露出一丝績笑。 唐颜并没有直接说你输了, 也没有稍微委婉地问你认不认输, 而是直接问服不服。 柳志九居云城年轻一辈第一人的位置, 哪怕平日没表现出什么, 但内心肯定十分自负。 此刻要想让他跟唐颜说服, 肯定比登天还难。 但只要柳志说不服, 迎来的必然是唐颜猛烈的进攻。 明眼人心中都是一景, 颇为忌惮地看着台上的唐颜。 这个传说中的顽固大哨, 此刻展现出的真容让人望而生畏。 柳志已经被眼前的屈辱冲昏了头脑, 赤红着眼睛怒声道, 老子不服? 话音刚落, 唐颜的身形快若闪电, 飞速朝柳志冲去。 格斗之心快速抖动, 飞起一拳朝柳志轰去。 看到唐颜过来, 柳志立刻反击, 但唐颜此刻的实力已经飙升到黄阶九品, 战斗力较至六品, 已经是数倍的增长。 每一个招式都以最简洁的距离打出, 而两个招式之间又浑然天成, 毫不拖泥带水。 如同狂风暴雨的攻势下, 已经受了伤的柳志立刻露出败击。 而这么迅猛的招式攻击下, 所有需要耗费时间的武技都形同虚设。 碰! 三夕之间, 唐颜就攻破柳志的防御, 一脚将其踹飞, 重重地摔在台下。 倒地后的柳志, 修奋加上重伤, 当即昏迷过去, 不知死活。 志儿, 看到柳志竟然被打成重伤, 柳家人叫了一声, 立刻冲上前去。 如果志儿有任何问题, 老子定不放过你。 柳无悔坐在台前, 身上的气息轰然爆发。 玄阶九品巅峰的威压, 朝唐颜滚滚袭去。 可惜, 唐颜前一世, 作为九品单师, 什么样的高手没有见过。 刘老爷子的实力, 唐颜虽然比不上, 但并不代表唐颜就感觉刘老爷子很强。 这样的气势, 在唐颜眼里, 完全和小孩子过家家没有两样。 之前比赛时, 柳公子自己就说了, 拳脚无眼。 现在看来, 柳公子真是一个心怀坦荡的人。 生怕我把他打成重伤, 刘老爷子会责怪我。 专门决斗之前, 就解释了清楚。 如果刘老爷子, 现在还用此事来跟我讨论的话, 不仅仅是在打柳公子的脸, 更是打柳家的脸啊。 唐颜这一番话, 不可谓不读, 刘老爷子想要发作, 却硬生生地忍住。 强忍着怒火, 刘老爷子阴森的眼睛扫了唐颜一眼, 坐在那里, 不知想些什么。 轰而众人此时也都回过神来, 剧都诧异地望向云台。 看到那个一袭白衣的年轻人, 众人心中是五味杂评。 过了今天, 云城年轻一辈第一人的称号, 将要落在唐颜身上了。 对于柳志的落败, 林孝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一个玄阶高手, 竟然被黄阶九品的唐颜打得如此之惨, 又出乎了林孝的意料。 苦笑一声, 林孝才对众人道, 没想到选拔竟然有如此变故, 唐颜确实给大家一个惊喜。 那么我们的选拔规则, 也要适当地调整一下。 这次选拔赛第一名, 将有资格挑战柳志或者林冬雪, 只要能胜出, 便可获得东玉大笔的比赛资格。 听到林孝的话, 众人不禁有些无语。 虽然柳志和唐颜比落败了, 但唐颜展现出精妙的武技, 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并不能否认柳志玄阶的实力, 就弱。 众人扪心自问, 如果和柳志对上, 可真是没有半点胜算。 而众人更不会傻到和林冬雪一战, 虽然不知林冬雪的真正实力, 但毕竟是城主千金, 如果此刻去找林冬雪挑战, 岂不是不给城主抚面子? 城主的面子都不给, 以后怎么在云城混? 一时间, 众人你望望我我看看你, 原本还想一世伸手的人, 此时也无奈地放弃。 等了半小时, 擂台上竟然没有一人去挑战。 既然没人愿意挑战, 那我云城进行东玉大笔的名额, 暂定为唐颜, 林冬雪,柳志。 柳家主, 等柳志苏醒过来, 记得十日后跟来, 一起前往方城。 林孝对柳家吩咐, 谨遵城主意思, 柳无悔心中颇为着急, 自己宝贝孙子被唐颜那小子打得不知死活。 和城主打了声招呼, 便匆匆朝柳家赶去。 林孝眼睛饶有深意地看着唐颜, 这个年轻人给他的震撼实在太多, 到了今天, 他才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有些看不透唐颜。 无论是从心计, 这个年轻人所展现的, 好像永远都不是他最强的一面。 连续几节冬裕大笔垫底, 林孝心里早就憋着一股火, 本以为这次的冬裕大笔, 云城哪怕不会垫底, 至多也只能冲到中下游, 但唐颜的强势介入, 却让林孝心中多出了一分期待。 在众人惊奇, 以及敬畏的目光中, 唐颜回到了唐家的阵营。 唐老爷子两个月未和唐颜相见, 心中尚有千言万语, 想要问下唐颜。 等到这次选拔结束后, 唐老爷子也不愿意多呆, 拉着唐颜朝唐家赶去。 刚上马车, 唐老爷子终于忍不住, 激动地拉过唐颜问道, 什么时候突破到黄街酒品的? 大概二十天前吧。 唐颜也记不太清楚。 不错, 真不错。 唐老爷子心中颇为兴奋,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问道, 你和柳之过招时, 最后用的那套武技, 从何得来? 什么从何得来? 就是上次在天堡拍卖行拍到的千山拳。 其实这套拳法并不是残篇, 而是一套完整的武技。 具体的品阶目前无法鉴定, 但我敢肯定, 一定在玄阶之上。 唐颜郑重道, 玄阶? 唐老爷子心神俱阵, 在云城, 黄街功法都极为难得, 这小子究竟走了什么狗屎运? 他老娘给他留的延报长, 至少玄阶, 这随便在拍卖行拍到的武技, 也至少是玄阶。 想到这么多幸运的事儿都落在唐颜身上, 唐老爷子心里也生出一丝不现实的感觉, 皱着眉头有些不幸道, 你实力真的是黄街九品, 不是用了什么秘法, 强行提升了实力? 不是黄街九品。 唐颜摇了摇头, 看到唐颜否认, 唐老爷子心里微微有些失望, 不过想了想, 这才两个月, 便张口安慰到, 其实八品也很强了, 努力修炼, 突破到九品也不是难事。 第零五七章, 唐老爷不断地震撼, 也不是黄街八品。 唐颜摇了摇头, 什么? 八品也不是? 唐老爷子闻言, 眼睛一瞪, 没好气道。 你走之前, 不就说实力已经七品了吗? 话刚说完, 唐老爷子也感觉自己语气有些重, 语气也软了下来, 不过也没什么。 你走之前, 应该刚突破到黄街七品, 两个月应该可以把这个境界稳固下来, 还有一个月就东欲大比, 这个月你继续努力, 还是很有可能踏入八品的。 唐颜此时也有些委屈, 小声道, 我已经玄街一品了。 我知道我知道, 呃, 唐老爷子感觉自己被空气给噎着了, 瞪大眼睛盯着唐颜, 半嗓才道, 你说什么? 你没有听错, 就是你听到的那样。 看着唐老爷子如同受了惊吓般, 唐颜都想抽自己两嘴巴, 自己刚才承认自己是黄街九品, 哪至于这一波三折的。 真的是玄街? 唐老爷子自认这数十年来, 有不少让自己惊奇的事, 但加起来都不如今天来的猛烈。 我骗你作善。 唐颜肯定地点点头。 好, 好, 好。 连续赞叹三声, 唐老爷子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夸自己孙子。 你这两个月, 实力怎么突破到黄街呢? 唐老爷子对唐颜的经历颇为好奇。 在唐老爷子的再三催问下, 唐颜必重就轻地把自己历练的事情说出来。 虽然历练的残酷被唐颜弱化了很多, 但唐老爷子依旧能感受到, 唐颜究竟经历了多少艰辛。 苦了你了。 唐老爷子眼角有些湿润。 爷爷, 你年轻时脉络受过伤吧? 唐颜语风一转, 岔开了话题。 听到唐颜的话, 唐领叹口气道, 都是陈年就是了。 一切都等你实力达到天阶再说吧。 我不是现在就想去给爷爷报仇? 我师父炼制了几味丹药, 让我拿给你。 听说对脉络有极大的修复作用。 唐颜从怀中取出两个磁瓶道, 这个微润脉灵丹, 可以修复绝大部分脉络上的问题。 这个是振元丹可以稳固丹田灵气。 唐颜犹豫了下, 又从怀中去过一个磁瓶道, 这个叫阳丹, 拥有极大的灵气, 只有玄阶巅峰的强者方能服用, 服下后会有八成把握进入地阶。 不过, 师父再三交代, 一定要让爷爷丹田和脉络完全稳固放能服下。 听到唐颜逐个解释丹药, 唐老爷子的心剧烈收缩, 颇为激动的结果瓶子。 诧异问道, 真的可以修复丹田和经脉? 师父说对爷爷应该有效果。 唐灵对唐颜那个神秘师父, 本来心中就无比的信任。 此刻听到唐颜的话, 竟然再没跟唐颜唠嗑的兴致。 而此时, 马车也恰好停在了唐家门口。 你最近好生修炼, 小事直接做主, 大事找莫博商量, 我要闭关几天。 说罢不再理会唐颜, 马车链子一拉, 身形化作一道清烟朝唐家内窜去。 只留下唐颜一个人在马车内凌乱。 唐颜实力已经步入玄阶。 炼制低阶丹药已经顺手拈来, 还有一个月就要冬玉大笔。 唐颜对所谓的青龙院也无比期待, 他心中早已决定一定要冲进青龙院, 踏入更广阔的一个平台。 而青龙院后, 自己还要寻找爹娘, 虽然素未谋面, 但自己这具身体里流淌着的, 确实是唐家的血脉。 他的内心对自己的身份早已认同, 但是离开之前, 他必须要除去不利于唐家的所有隐患。 比如柳家、武家、秦家。 唐颜回来之后, 直接埋头进了单房, 唐家一众护卫, 由原本的十天享受一次灵丹, 直接变成每日一次高灵丹。 也幸好妙丹方的营销手段确实不错, 葛明也没有欺骗唐颜。 第二个月开始, 每个月底结算的药物都已经超过了五百万两银子。 这些钱看着很多, 但是炼制高灵丹的药材也是不菲。 也亏得唐颜是一名炼丹师, 如果唐家直接出钱购买高灵丹, 这五百万两银子还真不够唐家护卫们如同吃糖豆般吞服。 而唐颜又连续颁布了几道奖励政策, 更是激发了唐家护卫们修炼的热潮。 在唐颜恩威病失下, 他在唐家护卫的威信也逐渐树立得根深蒂固。 而唐颜却成了唐家所有护卫的偶像, 唐家大少可谓是他们大部分人亲眼看着长大, 一路顽固不堪, 不学,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在唐颜玩命般的练习下, 实力竟然窜到了黄街九品。 所有护卫们都以唐颜为目标, 拼命地操练自己。 而唐颜那句对别人要狠, 对自己要更狠的话, 也成了所有护卫的座右铭。 短短九天时间, 这群护卫的实力大部分都已经黄街三品。 当然, 还有唐家的一些隐秘精锐力量, 那些人数量本就不多, 唐颜历练之前就给他们备足了丹药, 唐颜离开的期间, 他们也能保持三天一枚高龄丹。 那群护卫的实力, 进阶的速度更加可赫。 看到唐家护卫的综合战斗力飙升, 唐颜心知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这十天时间, 除去给这些护卫供给的丹药外, 唐颜也储存了大量的丹药。 这日清晨, 唐颜正在修炼极限六世, 突然身上汗毛乍起, 唐颜心中一惊, 紧接着便是一喜。 如果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爷爷突破了。 心面一动, 唐颜脚步一抬, 朝唐老爷子练功防行去。 远远地, 就看到唐老爷子龙行虎步, 正性冲冲地朝自己这边赶来。 爷爷, 你突破了。 看了眼容光焕发的唐灵, 唐颜心瞬间放了下来。 唐老爷子此时双目有神, 眉头舒张, 已经没有了阴郁之相, 必然是丹田和脉络受损问题, 已经如数解决。 下次见到你师父, 务必让他老人家来我唐家坐坐, 我定要好声感谢。 唐老爷子语气充满感激和尊重。 看到唐灵郑重的样子, 唐颜心中暗乐, 表面却认真无比。 我一定转告, 爷爷现在已经是递接了吧? 不错, 已经递接一品, 而且实力比较稳固, 相信不如二品, 也只是时间问题。 唐老爷子满意地说着, 突然雨风一转问道, 今天是不是要走了? 恐怕就要前往方程了。 唐颜点点头, 唐老爷子也收起进阶的兴奋, 脸上无比凝重道, 你虽然已玄接一品, 但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世界上的天才, 是相对而言。 你在云城, 同辈很难遇到对手, 但到了外面, 可能未必拼得过别人。 这些孙儿知晓, 爷爷放心便是。 唐颜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利芒, 爷爷, 咱们唐家现在的实力, 和柳家比已经不弱。 咱们唐家一味示弱的时代, 也该就此终结了。 唐领的表情也逐渐认真, 依你看, 咱们唐家下一步该如何做。 犹豫了片刻, 唐颜才道, 当日城主问我, 我们唐家要走什么样的道? 唐老爷子心里一紧, 城主竟然和唐颜谈论这个, 连忙支起耳朵, 认真听着。 我的想法是, 咱们唐家就走中庸之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虽远必捉。 听到唐颜杀气凛然的话, 唐老爷子眼中闪过一丝狂热, 唐颜的话他自然明白, 灭掉所有与唐家作对的人, 但不要对任何不相干的家族动手。 柳家就因为想成为云城第一大家族, 所以做事较为强势, 不断想吞并其他家族。 宫高震主, 城主虽然表面不问世事, 地位超然, 但心里难免会对柳家产生芥蒂。 但如果唐家走中庸之道, 震慑一些打唐家主义的家族, 又与人为善, 却可在云城左右逢源。 今日起, 但凡柳家对唐家的所有挑衅, 一律明面回击, 不死不休。 唐颜终于说出了自己第一步想法。 好, 唐颜的想法和唐领所想不谋而合, 正面回击, 不死不休。 若有机会, 灭掉柳家。 看到爷爷一点急通, 唐颜也放下心来, 又带着唐老爷子走到丹方, 取出了自己储备的丹药。 当看到唐颜那各类瓶瓶罐罐拿出来后, 唐老爷子的嘴巴再也合不上了。 我这一去又二十多天, 这些丹药可以两日便给唐家护卫一次。 而精锐力量依旧一天服用一次。 等我这次冬遇大笔回来, 我再找妙丹房合作。 若我真的进了青龙院, 以后咱们护卫的丹药也尽量不要落下。 这些丹药是给墨博和爷爷修炼。 每隔三日便可服用一次。 看着唐颜有条不紊的安排, 唐老爷子神情有些恍惚。 短短不到半年, 似乎才四个月的时间。 自己孙子就从让自己无比头疼, 到现在的让人无比放心。 祖孙二人又谈了一会, 唐老爷子便拍着唐颜肩膀, 大笑道, 你便放心参加那冬遇大笔。 唐家的事由我主持。 时间不早了, 小伙子, 可以上路了。 一老一少走出单房, 而小翠早已将唐颜的行李收拾妥当。 看着就要出门的唐颜, 泪眼婆娑一一作别, 少爷保重身体。 而唐家所有人都知道唐大少今天要走, 全都真心送别, 一路将唐大少送到唐家大院门口。 这样的人心所向, 在唐颜没穿越来之前, 可是从未有过的待遇。 道别了众人, 唐颜也不而女情长, 翻身骑上准备好的轻镖马, 双腿一夹, 骑马朝城主府行去。 第零五八丈, 不行, 到了城主府, 进了前厅, 才发现柳志已经到了, 林东雪也站在城主身旁。 看到唐颜进来, 柳志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反而是林东雪看到唐颜, 眼中露出一丝惊喜。 对于唐颜, 他心里可是五味杂平。 这个一点点展露出争容的年轻人, 当日可是跟自己深情表白过呀。 你怎么才来? 林东雪故作埋怨, 被爷爷叫住唐叨了一番, 担得些时间, 各位见谅。 唐颜解释道, 无妨, 你们三个过来, 我简单说下咱们的行程。 城主打开一张地图, 平铺在桌面, 指着地图道, 我们云城地处天乡最东, 依次朝天乡内部, 分别为宇城、 宋城、 清城、 方城。 其中方城最大, 一位东玉五城之首, 里面人才辈出。 三十岁以下踏足玄阶者, 比一比皆是。 而历届东玉大比, 地点都定在方城。 根据情报, 这次参赛的人, 实力已经有玄阶三品的存在。 唐颜神色不变, 心中却有些诧异, 仅仅东玉便有如此天才, 那整个天乡国, 甚至更为广阔的大陆, 将会有多少妖孽般的人物。 玄阶三品? 灵冬雪发出一道惊呼, 柳志的脸上也露出一道惊容。 将三人的表情尽收眼底, 城主心里有些好奇, 自从自己第一次见到过唐颜起, 这小子就如同见过无数大风浪一般, 遇到任何事都处事不惊。 不错, 确实是玄阶三品, 似乎还不止一个, 还有不少玄阶二品的实力。 而这次的东玉大比, 实力大部分都在玄阶巢上。 灵孝郑重道, 而且, 这些都只是得到的消息, 具体的资料上代考证, 是否存在玄阶四品的天才, 谁也无法确定。 我会派人时刻探查, 一旦有消息, 会立刻通知你们。 顿了顿, 灵孝继续道, 还有二十天便是东玉大比, 我们赶到地方, 需要十天左右。 而到了方程, 东玉大比前, 我会带你们进一次绝沙楼磨练一次。 绝沙楼? 那是什么? 柳志好奇问道, 你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训练的地方, 面对所有地阶以下的人开放, 里面分为六个关卡, 危险重重, 没有极强的实力和战斗经验, 很难走完这个通关。 每次进去, 都需要交纳五千两银子。 灵孝耐心解释, 五千两? 柳志再次惊呼一声, 不管在里面待多久, 都需要这么多。 不错, 哪怕刚进门就被逼出来, 依旧是五千两银子。 不过他们也有一个规定, 能够通关者, 这五千两银子可以免去, 但想要通关, 却是极为不易。 好了, 具体形成如此,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灵孝问道, 柳志和林东雪纷纷表示, 没什么意见。 唐言却张口道, 城主, 我有个请求。 说吧, 什么事情? 灵孝笑道, 我想单独前往方程, 等我到了, 便去找你们。 灵孝眉头一皱, 但也没有拒绝。 平静问道, 想清楚了吗? 嗯, 唐言点点头, 也罢, 等到了方程, 我们便在万方楼会合, 那里会有我们云城的临时卸脚点。 万方楼是方程最出名的酒楼, 你去了一打听便知, 灵孝点头道, 而听到唐言的话, 柳志也稍微松了口气。 如果这十多天都和唐言在一起, 恐怕他心里不知得多隔音。 一起走得了, 单独行动作甚。 林东雪冰雪聪明, 从父亲刚刚皱眉的动作, 便知道父亲也好奇, 当下帮父亲了疑惑。 想路上历练一下, 放心好了, 一定不会耽搁。 十天后, 万方楼集合, 唐言立刻保证。 听到唐言的话, 林东雪那双大眼咕噜噜一转, 立刻有了想法, 扭头对林笑道, 爹, 我也想和唐言一起。 不行, 城主没发话, 唐言立刻吼道。 城主原本也感觉有些不妥, 但看到唐言如此剧烈的反应,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别人都想方设法, 和东雪在一起。 你小子道好, 送上门都不要。 爹, 你瞎说啥呢? 林东雪瞠怒埋怨道, 似乎也知道自己语句的诟病, 林笑心中略微有些尴尬。 而直接被唐言拒绝, 林东雪也感觉丢了大面子, 气鼓鼓地道, 为什么不行? 唐言摸了摸鼻子, 毕竟两视为人, 脸皮比城墙还厚, 错了下词便道, 第一, 孤男寡女不方便, 这十多天, 你要跟我一起走, 肯定会对东雪姑娘的轻欲有影响。 到时, 如果真传出点什么, 我心里真会愧疚难安。 第二, 我打算行走的路线, 可能会有些危险。 如果我一个人, 遇到危险可以跑路, 但两个人难免会分心, 致使意外发生。 唐言有理有据的话, 让人无力反驳。 但女人这种动物, 从来不会用道理跟你讲话。 能有什么危险? 你以为你很厉害吗? 到时遇到危险, 还不知谁是谁的脱油瓶。 林冬雪气呼呼地道, 唐言双眼闪过一丝亚异, 林冬雪肯定知道自己力压柳志一事, 但知道了这事, 还说自己未必能打过她, 难不成这小妞的实力也已经踏入了玄间? 我不管。 本姑娘, 这次还真赖定你了。 林冬雪的大小姐脾气, 终于爆发出来。 唐言有些无助地望向灵孝, 看到唐言可怜兮兮的样子, 灵孝心中颇感好笑。 自己女儿如花似玉, 大家闺秀, 这小子怎么还一副嫌弃的样子? 不知道你这次打算走哪条道? 林孝问道, 听到林孝的问话, 唐言脑袋一大, 城主不会真要把他女儿送给自己照顾吧? 无奈地叹口气, 唐言知道, 这次只能用事实来下退林冬雪了, 当下指着地图, 这条巨大的山脉便是苍云山, 东玉名字的由来便是因为地势偏僻, 而恰好我们五座城池都被苍云山与外界隔开, 只有方城和外界的联系最为密切。 这次我打算横穿山脉, 到达方城, 行走的线路大概是这条, 虽然路线是外围, 但谁也无法保证是否会发生危险。 林孝顺着唐言的手指看去, 苍云山脉他倒也亲自探测过, 唐言所画的地方, 大部分都为二阶灵兽出没的地方, 当然, 也有三阶的灵兽还真有些危险, 但这些危险又没有完全超出林孝的底线。 当下点头道, 这一路虽然可能有危险发生, 但小心控制的话也可以避过危险, 三阶灵兽实力强横, 很难对付, 如果你遇到了, 切记不可逞强, 回避便是。 东雪, 你要真和唐言走这条线, 恐怕会极为辛苦, 这点苦都吃不了, 五道这么艰苦的路, 怎么走下去? 林东雪美目看了眼, 哭丧着脸的唐言, 嘴角露出得意的弧度, 我便跟唐言一起去吧。 唐言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己想方设法地说这么多, 就是想下退林东雪, 没想到, 却成了给林东雪提供一个历练的方案, 这次真的很凶险, 唐言试图最后的挣扎, 不要说了, 有危险姐姐保护你。 林东雪笑道, 我对唐公子的人品信得过, 这些天, 东雪便交给你照顾了。 林笑直接下了定论, 扭头看向柳志, 这些天你便随我一起走大道吧, 我也会指点你一番。 听到会被城主指点, 柳志眼中也闪过一丝欣喜, 急忙拱手道, 多谢城主大人厚爱。 安排好了一切, 唐言便哭丧着脸, 骑着轻镖马, 朝沧云山行去。 后面的林东雪, 则骑着一匹火红骏马, 脸上得意且狡黠, 时不时露出笑意。 和唐言的表情相比, 可谓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我说林大小姐, 你好好的大道不走, 跟着我做什么? 到了沧云山, 这马就不能骑, 不行跋山涉水的, 把你娇贵的小脚丫磨出茧子怎么办? 再说, 咱们孤男寡女的, 真不方便啊。 比如方便, 洗澡, 唐言整个身都浮在轻镖马上, 哭丧着脸继续劝刀。 你要是有点理智, 现在骑马还能追回去。 两人骑着马, 很快便出了城。 看着四周压根就没人, 林东雪也放开了自己, 少废话, 休想摆脱本姑娘。 你之前给我做情诗时, 不是说喜欢我好多年吗? 现在怎么还想拜托我? 难不成那天你是故意骗我的? 嗨嗨, 听到林东雪如此大胆的话, 唐言立刻被自己口水呛到。 这林东雪平日看着大家闺秀, 现在说出的话怎么如此彪悍? 第一次给林东做做相见欢时, 可不就是骗他的吗? 但这话唐言可不敢承认。 况且,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唐言是个取向很正常的人, 而且这具身体, 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面对大方漂亮的林东雪, 说没有一点点感觉, 那更是骗人的。 好吧好吧, 等到时候你泪哭了, 可不要怪我没提醒你。 唐言立刻投降道, 哼, 我从小到大, 经历了不知多少苦, 这苍云山也来过不少次。 文言唐言心中再次移动, 愈发相信林东雪的实力, 或许真不在柳枝之下。 这一次东欲大比, 云城历届倒数第一的名次, 或许还真会有所改变。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唐言干脆和林东雪聊开了。 你对东欲大比了解多少? 没多少, 只知道里面人才众多, 出战的都是各方家族 亲尽全力培养的人才。 这次大比必然是一场恶斗, 林东雪脸上也露出凝重之色。 我们云城历届垫底, 希望有个好名次。 而城内, 柳志和城主也要出发了。 谁也没有注意, 在柳志出门时, 极为隐晦的朝柳家一户卫手里, 塞了一张小纸条, 交给老爷子, 务必传达。 是。 那名柳家护卫说完, 扭头朝柳家奔去, 第零五九章, 犀利指点, 唐言和林东雪到了苍云山后, 便直接一拍马腿。 两匹马都颇为通人性, 加上经常被拉出来溜达, 对来时的路颇为熟悉。 月提斯明一声, 两匹马朝着来时的路奔去, 唐言从怀中取出底图, 无奈地看了眼林东雪。 认真说道, 这次我定制的路线, 其实和之前说的不同, 会更加地凶险。 其中遇到的大部分为三阶灵兽, 不排除有更高品阶灵兽的可能。 到时你便在我身后, 一旦感觉我体力不支, 你便立刻逃离。 我的步伐很快, 逃命应该没问题。 林东雪心里无比地郁闷, 这小子怎么一直歧视本姑娘的实力? 咬着银牙, 林东雪恶狠狠道, 你速度很快, 这四周已经没人, 不如咱俩比一比, 看谁的速度更快一些。 你要是输了, 以后就跟在本姑娘身后面, 为我马首试斩。 不比。 唐言想都没想, 立刻拒绝道。 你是不是男人? 林东雪险些暴走。 是, 一直都是, 不和你比, 我也是。 这是人体构造, 天生就是男人, 没办法。 唐言无赖地怂怂肩。 林东雪这二十年过来, 虽然背地里被灵孝训练得很艰辛, 但是在外面, 哪有人敢对他耍无赖。 柳梅倒数, 林东雪道, 怎样才比? 有好处就跟你比。 你。 林东雪不满地看着唐言, 这个家伙以前说喜欢自己, 一定是骗人的。 但他又看不惯唐言瞧不起自己的样子, 当下说道, 想要好处是吧。 你要是赢了, 我便让你亲一下。 你要是输了, 以后就为我马首试战。 唐言身形一个亮枪, 险些一头在地上。 这小妮平日看着端庄优雅, 怎么这个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根据唐言对林东雪的理解, 如果自己今天不跟他比, 恐怕这小妮子会纠缠自己一天。 恰好这外围也没什么高阶灵兽, 唐言正好想朝深处走走, 当下点头道, 依你所言, 规则你定。 好。 看到唐言答应, 林东雪跃跃欲试, 在原地做了下准备。 张口道, 半个时辰违宪, 到时谁跑在前面, 就算谁赢。 好。 唐言对此并没意见。 看到唐言答应, 林东雪快速说道, 开始。 说完柔曲一扭, 脚踩步伐, 朝前面冲去。 看到这小妞不等自己准备, 就直接就冲了出去。 唐言不禁摇了摇头, 真是个无赖女人。 而林东雪此时穿着, 也是紧身打扮, 看着那妙慢的背影, 翘翘的厚凸, 唐言心神一荡。 片刻的诗神, 林东雪都已经窜出老远。 唐言一惊, 收敛心神, 深吸口气, 急忙跟了上去。 果然是城主的千金, 能享受到的资源, 非一般家族能比。 光这套步伐, 品阶应该都已经过了黄阶。 再感受到林东雪身上的气势, 唐言心中了然, 这小妞的实力, 确实已经到了玄阶。 几分钟后, 在唐言全力追赶下, 已经跟在了林东雪身后。 之前林东雪便领先一步, 闷着头朝前跑了一刻钟, 一直没感觉身后有波动, 心里一阵得意。 而他也担心自己跑得太快, 速度也逐渐缓了缓, 扭过头想看看唐言有没有跟上来, 嘴里也嘀咕道, 大傻瓜, 老娘这步伐啊, 可是我爹亲自给我挑的, 在云城恐怕没人能再抢。 你想追上来, 下辈子吧。 让本姑娘看看, 你到哪了? 你找我。 一道声音响起, 林东雪一个不查, 立刻受到了惊吓。 啊, 一道尖锐的叫声传来, 唐言感觉耳膜都要被穿透了。 鬼叫什么? 唐言不满道。 你, 你怎么跑这么快? 林东雪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我都跟半天了, 你才发现啊, 唐言有些无语, 我怎么没感受到你气息? 林东雪心中越发震撼, 这家伙竟然一直跟在自己后面。 你笨呗。 唐言修炼的魅影部, 身形主要就以鬼魅, 难以捉摸为特种, 实力相差不大下, 想要察觉到唐言的气息极为困难。 听到, 又被唐言鄙视, 林东雪心中越发窝火, 心中一横道, 哼, 半个时辰还没结束呢, 再来。 说吧, 身形如同一道流星, 迅速朝前方奔去。 之前心里一直担心唐言跟不上, 他倒是没放开权力。 看着速度又提升一节的林东雪, 唐言眼里也闪过一丝亚异。 恐怕林东雪这步伐, 会给这次的冬玉大比, 天才不少。 这次林东雪全力奔跑下, 与唐言的距离再次拉开。 唐言也不拖大, 迈开步子朝前奔去, 立刻又拉近了和林东雪之间的距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约莫时间差不多要到半个时辰, 唐言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林姑娘, 记得你之前的承诺。 林东雪只听到耳边传来这么一句, 余光处一道黑影, 如同鬼魅般从自己身侧穿过, 跑到了自己前头。 而无论林东雪如何努力追赶, 唐言就在自己身上五米处, 无论如何都缩短不了这个距离。 哼, 自知不迪的林东雪, 此刻也停了下来, 站在原地大口的喘息。 认输了吧? 唐言也停下身子, 回头笑道。 看到唐言玩味的笑意, 林东雪也想到了比赛之前的赌约。 撬灭微粉, 想到之前的承诺, 林东雪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自己怎么就这么冲动? 当然, 林东雪在比赛前也绝对没有想到, 唐言这货竟然也有如此妖孽的速度。 输了又怎样? 林东雪故作凶狠道。 我记得某人说过, 如果他输了就会怎么着来着? 唐言如同忘记了一般, 故意问道。 去死! 林东雪感觉自己双甲有些发烧, 闷着头朝前走着, 不理会唐言。 贵为城主千金, 不会失信于人吧? 我记得城主府一向言出九鼎的。 唐言继续在后面煽风点火。 其实唐言心里并没有真想要林东雪旅行那个承诺, 只是这一路上连个二阶灵兽都没看到。 唐言实在无聊, 忍不住就想逗逗林东雪。 唐言原本只是跟在林东雪背后走着, 突然感觉前面的翘影一停, 随即一张翘脸映入眼帘, 紧接着两片温玉凑了过来。 唐言感觉脑袋轰的一声, 一片空白。 这可是老子的初吻, 竟然被, 被一个女人夺走了? 还你! 林东雪恶狠狠地说着, 扭过头, 继续朝前走去。 唐言至今还没回过神来, 两世为人, 唐言自己可是实打实的小男生, 这样的镜头, 印象中可从未经历过, 一时间心神激荡, 也闷着头跟在林东雪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都不说话, 一时间气氛无比尴尬。 好! 两人心中都杂乱无章, 突然一道红影, 就朝二人扑来。 唐言立刻回过神来, 看了眼站在原地还在发呆的林东雪, 暗叹一声, 挥一拳冲了上去。 也幸亏只是个二阶灵兽, 唐言立刻给拦了下来, 而林东雪此时也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唐言距离自己远一点, 自己又一时失神, 恐怕这次就要危险了。 眼前只是个二阶红红虎, 久经战斗的唐言自然不会在意, 一拳震退红红虎后, 立刻让了出来, 轻声道。 你来吧, 多磨练下, 到时大比上成绩, 可以更好一分。 林东雪正好也想找个台阶下, 这只红红虎自然是打破僵局最好的时机, 点点头, 林东雪也纵身冲了过去。 林东雪的搏斗技巧也不错, 手和脚之间相互换转, 不过搏斗不比练武, 练武讲究招式, 但是在搏斗中, 就要把招式给拆分出来, 每一次攻击都选择最合适的一招。 林东雪的作战经验还是少了许多, 很多不必要的招式都施展出来, 错过了很多攻破红红虎的机会。 砰砰, 很少经历生死相搏的林东雪, 面对红红虎的进攻, 一时有些手忙脚乱, 也信得林东雪实力已经玄阶一品巅峰, 面对二阶灵兽有着天生的优势。 唐言并没有帮忙, 当林东雪一拳轰出, 将红红虎一拳震飞时,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 而长时间的战斗, 林东雪身上也有所擦伤。 太慢了, 唐言冷声道, 原本以为唐言会夸赞下自己, 最不济也会说一声辛苦了, 结果自己最后打败红红虎后, 唐言竟然还在一旁奚落自己。 你快你杀啊! 林东雪终于爆发起来, 红红虎第一次攻击是扑向你, 你步伐很迅速, 而且实力占有优势, 你只要迅速地滑到他肚子下攻击, 灵兽肚子为一大要害, 你只需要一招, 就能对他造成较大的伤害, 但是你却选择硬抗。 虽然灵兽的力量天生就大, 但你第一招依旧占据优势, 这个时候你应该发动近身攻击。 红红虎力道已老, 如果你继续攻击, 他很难发挥出最强的实力, 而你实力又强, 完全可以迅速压制住红红虎, 三招内便可制敌。 红红虎第三次对你发动攻击, 是扭头咬你, 这个时候你选择后退, 但你与他的距离, 恰好是你一条腿的长度, 你只需要替他下额, 便可对他造成伤害, 这个机会又被你忽略。 第四次对你发动攻击, 是他后支站立, 前找来抓你脑袋。 这个时候, 你不应该再和他硬扛。 大块头的低接灵兽, 站立起来后, 他侧方和后方则成为他攻击的死角。 你只要凭借速度绕过去, 完全可以对他在发动强烈的伤害。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五十六次, 最后之所以你获胜了, 完全是因为你实力已经步入玄阶, 靠的是蛮力而已。 唐岩如同岩师一般, 一条条将灵冬雪战斗中出现的问题指出。 原本还对唐岩极为不满的灵冬雪, 眼前这个看似无害的家伙, 对战斗招式的把控能力, 竟然到了如此逆天的境界。 将唐岩的每句话都回忆一番, 灵冬雪也亚然发现, 如果按照唐岩的说法, 自己完全只要用几夕之间, 便可以解决掉红纹虎。 原本一直对作战比较厌烦的灵冬雪, 在这一刻, 突然很想再找一只灵兽练练手。 谢谢你。 灵冬雪认真道。 无妨, 多练习就好。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对待敌人, 不要心慈手软。 唐岩笑了笑道, 看着唐岩自信的笑意, 灵冬雪也有些恍惚, 忍不住好奇问道, 之前你说的那些格斗技巧, 都是你师父教你的。 嗯。 唐岩点了点头, 你师父真厉害。 灵冬雪赞叹一声, 一扫之前的颓废, 意气风发道, 等我休息过来, 再多找一些灵兽练练手。 别休息了。 唐岩从怀中取出两个瓷瓶递了过去, 这个是可以快速回复体力的高灵丹, 吞下稍微休息一下就好。 看到唐岩随手就扔过来两瓶, 灵冬雪以为只是普通的一瓶丹药。 而且, 每瓶里面都有不少丹药, 想必不会太珍贵。 当服下丹药后, 一股颇为精纯的灵气顿时滋生, 药效强烈却不霸道, 极为汹涌, 却又无比温润, 以这种极难协调的势头迅速恢复着体力。 这个是二品高阶丹药? 灵冬雪诧意问道, 印象中, 普通的丹药可没这种效果。 差不多。 唐岩随口应道, 就为了省这点时间, 你要浪费一枚二阶丹药。 灵冬雪原本就瞪大的眼睛, 又努力瞪大一分。 赶紧吃吧, 马上就要东玉大笔了, 时间不多了。 唐岩催促道, 灵冬雪赶紧自己要疯了, 自己贵为城主府千金, 平日的待遇也没像现在这样, 竟然用二阶丹药来恢复体力。 而且唐岩这手笔, 未免太大了些。 随手就扔过来两瓶, 仔细数数, 赫然有三十粒。 这可不是路边的大白菜啊。 说送人就送了。 这么多, 都是给我的。 灵冬雪依旧难以置信。 都收下吧。 不要怕浪费, 等出了苍云山就没有了。 接下来二阶的灵兽, 尽量你来处理。 如果灵兽太对, 我就帮你。 遇到三阶灵兽, 我做主力, 打不过我就掩护你逃走。 唐岩立刻分配好了任务。 好。 到了现在, 灵冬雪依就感觉自己如追梦里。 苍云山虽然三阶以上的灵兽难找, 但二阶的灵兽可不少。 接下来三天, 在唐岩的指点下, 灵冬雪的作战技巧也逐步地提升。 原本死板的招式开始融会贯通。 两人的速度都很快, 三天时间后, 两人开始进入三阶灵兽经常出没的领地。 经过三天的厮杀, 灵冬雪对于三阶灵兽, 心中也没有了初始的那般畏惧, 反而心中有了一些期待。 也没让两人等多久, 就待二人又朝里走了一段时间后, 一道极为响亮的吼叫在山谷中回荡。 紧接着一道迅捷如风的黑色影子, 朝二人所在的方向奔来。 唐岩双眼威宁, 看着眼前的灵兽, 心中闪过一丝危机。 上一次两个月在苍云山的修行, 让唐岩清楚, 这些处在深山又独来独往的灵兽, 往往实力会更加可怕。 飞溪! 当看清楚这只灵兽的模样, 灵冬雪小声惊呼出来。 唐岩的目光也仔细打量, 这只灵兽体长一米五, 身高不过半米, 和之前遇到的一些大型灵兽相比, 体格要小了许多。 通身呈灰色, 外面有着肩厚的皮层, 和犀牛的长相类似, 嘴巴刺着露出两排锋利的獠牙。 一对狭长的眼睛折射出凶狠的神色。 额头上一根锋利的尖刺几近半米, 分外显眼, 泛着悠悠寒光。 对于飞溪这类灵兽, 唐岩也有所耳闻。 在三阶灵兽中, 属于很高级的物种。 爪子、 牙齿和额头上的尖角, 都是攻击的力气。 但凡战斗中被它伤到, 一般就是很难愈合的伤口。 而它体型又不算大, 速度又很快, 便被人冠上飞溪的名字。 不自觉地站在灵冬雪身前, 护住了灵冬雪。 唐岩小声道, 你朝后退一退, 顺便看看我如何战斗的。 这三天来遇到的大多数都是二阶灵兽, 而且也不知是太多幸运。 每次同时遇到的二阶灵兽, 数量最多就是两只。 唐岩压根就没有出手过。 听到唐岩要动手, 灵冬雪眼中也闪过一丝好奇。 你小心点, 飞溪作为吸泪灵兽, 力量很大, 而且速度很快, 非常难缠。 灵冬雪提醒道, 微微点点头, 唐岩注视着距离自己不足四米的飞溪。 飞溪眼中闪过一丝轻视, 眼前这个人类身上的气息实在太弱了。 不过他看向灵冬雪的眼神, 则微微有些凝重。 轰轰轰。 虽然体型不大, 但灵溪的体重却不轻, 闷着头就朝唐岩撞去。 四米的距离, 转眼就被灵溪踏过。 一旁观战的灵冬雪, 拳头一紧, 这么快的速度, 这么猛的力量, 自己想躲都有些麻烦。 唐岩能躲过去吗? 唐岩双目微眯, 在灵冬雪惊讶的目光中身形高高跃起, 然后迅速灵溪背部踢去。 灵冬雪小嘴微张, 眼中充满了赞叹, 佩服和惊讶。 这家伙不禁躲了过去, 而且还对飞溪发动了攻击。 唐岩在半空中一个回旋踢, 脚便落在飞溪的后背上。 飞溪的反应迅猛度, 完全超出了常人的认知。 原本还充实猛烈的灵溪, 身体竟然硬生生地停住, 而背部竟然朝上一躬, 似乎想以背部抗衡唐岩这一脚。 碰! 唐岩只感觉自己踢到了铁板, 脚都有些发麻。 借着这股反振之力, 唐岩一个翻身朝后掠去。 而灵溪也痛叫一声, 完全没有想到, 刚刚身上还没有半点气息波动的家伙, 怎么突然就爆发出如此强横的力量? 玄机一匹! 感受到唐岩展现出的实力, 一旁的灵冬雪心神俱阵。 这个家伙, 在众人面前究竟隐藏了多少实力? 如果不是自己跟着唐岩, 恐怕他也认为唐岩就是黄洁九品的实力吧。 好! 每等唐岩落地, 暴怒的飞溪再次朝唐岩冲去。 砰!砰!砰! 飞溪速度虽快, 但和领悟了格斗之星的唐岩相比, 速度就慢多了。 而唐岩对敌人攻势上的弱点很有研究, 每一次出击都能迅速找到弱点, 并快速发动攻击。 唐岩出招的速度很快, 短短几夕之间在他毫无间隔的进攻下, 也逐渐站在了上风。 一旁观战的灵冬雪, 手心早已沁满了汗珠。 飞溪的每一次进攻, 灵冬雪都忍不住想要惊呼。 他承认如果换作自己, 在灵溪的攻击下肯定只有逃跑的份。 但让灵冬雪更震撼刺激的, 则是唐岩的动作。 这家伙面对飞溪并不是一味躲避, 而是不断地反击。 灵溪的攻击, 每一次都顺着唐岩的要害惊险地擦边而过。 而唐岩每一次地进攻后, 接下来的攻击也会毫不停顿地接上去。 那浑然天成的格斗动作, 灵冬雪竟然心里生出一种在欣赏艺术的感觉。 原来躲避还可以这么侧身。 原来出拳之后, 力道并非完全老去, 还可以用肘子第二次进攻。 原来, 在地上一滚, 并不是仅仅只有躲避的作用, 还可以猛踢一脚给敌人造成伤害。 原来, 灵冬雪感觉自己这二十年所学的进攻招式, 都不如唐岩这几天教自己的多。 那千变万化的格斗技巧, 5G与基础招式的衔接, 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悍的威力。 这一切, 让原本自己坚持认为的5G至上理念, 硬生生地被打破。 半天没把唐岩打败, 飞西眼中的暴躁之色更加浓郁, 喘着粗气又一次朝唐岩冲去。 唐岩依旧没选择躲避, 身体迅速地五个回旋。 砰砰砰砰砰砰。 千山拳在半空中迅速打出无响。 而此时, 飞西也恰好冲到。 唐岩似乎早已料到, 灵溪会如此进攻一般, 身体毫不犹豫的一个回旋, 那半米长的立脚顺着唐岩的左臂划过。 而唐岩的千山拳第六拳 也毫无保留地朝前轰出。 拳头带着猛烈的钢锋, 重重地落在飞西立脚的侧边。 啪! 玄尖一平的战力如数爆发, 哪怕飞西力道极大, 在这一刻冲势也被打得朝左一偏, 右半边立刻露出一个空门。 唐岩双眼一凝, 身体朝前猛地一踏, 右脚快速抬起, 顺着飞西右侧, 朝他肚子狠狠踢去。 砰! 唐岩全力一击, 而且还是比较柔软的肚皮底下, 哪怕飞西皮厚, 此刻浑身也使不上镜。 趁你并要你命, 没有半分停顿, 唐岩的招式已经落在了飞西的各个要害。 很快, 飞西便口吐鲜血, 一歪头昏死过去。 看到飞西已经解决, 唐岩从怀中取出一把匕首, 费力地将兽盒取出, 扭过头就想招呼一声林冬雪, 怎么了?吓傻了? 飞西已经被解决了, 唐岩伸出手在愣神的林冬雪面前晃悠。 没,没有,你好快, 真厉害。 林冬雪从震惊中回过神, 激动说道, 我好快。 看着一脸无辜的林冬雪, 唐岩心中突然就邪恶起来。 我很久的。 唐岩立刻纠正, 开玩笑, 小爷虽然还是个小男生, 但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不是,你就是很快了。 林冬雪可没唐岩那么多想法, 对于唐岩这一刻中的时间, 就解决掉了三阶灵兽, 他心里已经无法描绘此时的震撼心情了。 两人出发点不同, 林冬雪显然无法理解唐岩内心邪恶的想法。 以后可以说我厉害, 但不能说我很快。 唐岩认真交代了一句, 为什么? 林冬雪好奇问道, 嗯, 你记得就好, 好了,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赶路。 唐岩急忙插开话题, 林冬雪还想追问, 突然唐岩心中一紧, 一股危险的感觉传来, 急忙道, 来人了。 第061章, 但要吃多了。 作为一名炼丹师, 唐岩本来就对外界的感知极为敏感, 当一股极有针对性的杀意冲向自己时, 哪怕对方将行踪隐秘得极好, 依旧无法躲过唐岩的感官。 迅速地扭过头, 就看到一名黑衣蒙面人, 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走来。 经过唐岩提醒, 林冬雪也转过身看向那走近的黑衣人。 唐岩不敢大意, 膝盖在这一瞬间稍微弯曲一丝, 时刻最好战斗的准备。 眼前这个黑衣人给他带来的压力实在太大。 你先走。 唐岩低声喝道。 你先走。 和唐岩并肩站着的林冬雪回敬一举。 唐岩此刻鼻子险些都气歪了, 这小妞怎么这个时候犯奖? 走什么走, 都留在这吧。 黑衣人黑黑笑着, 声音干涩无比。 不知阁下何人, 我们何怨何仇。 唐岩疑惑道, 无仇无怨, 老夫就想杀人。 黑衣人说吧, 身形化作一道流星, 就朝唐岩一掌批来。 玄阶, 至少无品。 唐岩瞳孔一缩, 身上汗毛倒数, 魅影步毫无保留地施展开来, 朝后邪方快速顿去。 绝对的实力面前, 唐岩知道, 哪怕是掌握了格斗之心, 依旧无法硬抗。 我乃云城城主灵孝的女儿, 如果今天你对我动手, 日后少不了你麻烦。 不如你就此离去, 我便当今日之事没发生过。 林冬雪在一旁说道, 看到自己强势一击, 竟然被唐岩躲了过去。 黑衣人眼中闪过一丝亚异。 这又听到林冬雪变相的威胁, 当下冷笑一声, 云城城主, 管我甚是, 老夫朝着苍云山一眼, 谁又能找到我? 况且, 只要你两人都死了, 谁又知道是我干的? 苍云山其他不多, 但灵兽多, 而且都是食肉的。 只要你们死了, 很快就能连骨头也不剩了, 谁又知道你们死活。 说把黑衣人尖锐地笑了一声, 便朝林冬雪抓去。 快闪! 唐岩提醒林冬雪一句, 身形立刻朝黑衣人冲去。 看到唐岩冲过来, 黑衣人眼中闪过一丝恨意, 不再顾忌林冬雪, 再次挥掌朝唐岩冲来。 唐岩双眼微眯, 这黑衣人对自己杀意疼疼, 使用的招式却只是基础功法, 似乎并不愿自己看清它底细。 但玄阶五品的威力, 自己依旧无法抗衡。 感受到那让人窒息的气势, 唐岩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疯狂的念头。 砰砰砰砰。 时间太过仓促, 唐岩只打出了千山拳第四拳。 感受到唐岩这拳头上的威力, 黑衣人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区区玄阶一瓶, 竟然能打出二瓶的威力来。 不过, 就算你无比天才, 到了今天也都要结束。 眼中闪过无限的疯狂, 黑衣人双掌便轰向了唐岩。 唐岩漩涡丹田急速流动, 汹涌朝唐岩拳头汇聚。 呼! 一道幽蓝色的火焰突然出现, 唐岩的拳头全部被一团幽蓝色的光芒笼罩其中。 原本冲向唐岩的黑衣人, 眼中闪过一丝浓烈的金句。 诧异地盯了眼那团蓝光, 充施立刻止住。 这小子放出的是什么东西, 自己明明都玄节无品的实力, 竟然从那团幽蓝上感受到浓烈的威胁。 不敢争气锋芒, 黑衣人朝一旁一闪, 但近身格斗唐岩最擅长, 看到黑衣人也怕自己的天地造化火, 心中一喜, 身体灵巧地贴近黑衣人, 朝着他狠狠轰出一圈。 东雪, 快走! 唐岩沉喝一声, 此刻自己只能用天地造化火来拖延灵冬雪逃跑的时间了。 看到唐岩竟敢主动攻击自己, 黑衣人眼中闪过一丝愤怒, 猛地朝唐岩挥出一掌。 唐岩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自己在这危急时刻, 竟然想到了将天地造化火融入到了招式上。 而他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这被天地造化火加持过的千山拳究竟能爆发出怎么的威力? 破! 一拳一掌激烈地碰撞。 原本那道幽蓝色的火焰瞬间被黑衣人打散。 唐岩身形朝后退了一步, 看着纹丝不动的黑衣人, 暗叹对方实力太强,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天地造化火对真气的消耗就极大, 唐岩也不知自己能坚持几招, 看了眼还站在原地的灵冬雪, 怒声吼道, 快走! 谁都别想离开! 黑衣人尖锐的嗓子一笑, 之前还对唐岩的天地造化火有所忌惮, 但发现对自己构不成威胁, 黑衣人彻底放下心来, 栖身向前再次朝唐岩扑来。 能够闯进苍云山杀我? 你一定是柳家人! 唐岩突然说了一句, 让黑衣人心里一紧。 黑衣人眼中那一傻而逝的惊具, 没能逃过唐岩的眼睛。 想叹老夫的底? 只要老夫不说, 你就算想破脑袋也想不出。 黑衣人说着, 掌风已经到了唐岩身前。 唐岩深吸口气, 漩涡丹田旋转的速度已经达到最快, 真气源源不断地转变为天地造化火, 因着黑衣人掌风千山拳再次轰出。 你不敢使用武技, 只用简单的攻击, 说明你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你来历。 你之所以有这一层担心, 那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我们认识。 你之前对灵冬雪动手时, 心里有一丝犹豫和忌惮, 说明你知道他身份。 认识我们, 还知道我们行踪, 除了城主只有柳志, 应该是柳志给你们通风报信, 泄露了我们行踪。 而你实力玄洁无品, 柳二爷,你好大胆子, 竟敢截杀城主千斤。 唐岩说话的同时, 已经和黑衣人过了几招。 实力终究有所悬殊, 唐岩只感觉五脏内气血翻腾。 噗! 一道细微的血迹顺着嘴角流下。 而听到唐岩的分析, 黑衣人眼中闪过一丝残忍, 将脸上的蒙面撕下, 顿时露出了真容。 柳京! 看到此人的相貌, 林东雪一声惊呼。 嘿嘿, 本来打算杀了唐岩, 只把你打晕, 但现在你都知道了, 那你今天也只有死路一条。 不要怪我心狠。 要怪就怪唐岩点破了我身份。 柳京的声音也恢复过来, 身上气势一变, 一道更加凌厉的攻击朝唐岩袭来。 我挡住他, 快走! 看着还站立的林东雪, 唐岩双眼有些赤红。 看着那个轻瘦的男人, 林东雪心狠狠地一颤。 他心里清楚, 唐岩的速度很快, 完全可以将他抛弃自己跑路。 但他没有。 林东雪感觉眼眶微热, 剧烈的情感波动, 以及不甘下, 原本就到了玄阶一品巅峰的他, 突然感觉丹田一热, 似乎一层臂杖突然被打破, 一股更为雄厚的真气, 畅快地在体内流转。 玄阶二品。 刚刚进阶的林东雪, 心中突然一喜, 借着刚突破的气势, 娇和一声冲向了战场。 要走一起走, 要战一起战! 唐岩此刻郁闷地想吐显。 我的小姑奶奶, 这个时候, 一场什么枪? 你跑路了, 我也好找个机会逃离啊。 之前被唐岩一直缠住的柳京, 也担心林东雪突然逃走, 看到他回到战场, 眼中闪过一丝喜意。 唐岩感觉丹田内的真气, 如同洪水倾泻, 以颇为不妙的速度, 迅速清空。 趁着林东雪冲过来的一瞬间, 唐岩将体内的瓷瓶迅速打开, 大口朝嘴里吞去。 奶奶的, 反正南逃一死, 小爷给你拼了。 脆麦丹, 高麟丹, 回气丹, 但凡对人体修炼有益的丹药, 瞬间被唐岩吃了几瓶。 一股庞大的灵力在体内滋生, 紧接着如同火山喷发, 迅速朝丹田外冲去。 感受体内的灵气, 以井喷式的状态滋生, 唐岩瞬间想给自己两巴掌。 原本还想吞服丹药和柳京那个畜生拼命, 但现在, 看看自己体内的状态, 自己丹田和脉络承受不住暴体, 而亡还差不多。 不过唐岩并未放弃求生的欲望, 大丈夫可轰轰烈烈地战死, 但绝不会坐地等死。 漩涡丹田飞速地旋转, 试图炼化这些灵气。 柳志和林东雪也时刻关注着唐岩, 看到唐岩的皮肤瞬间如同火烧般赤红, 身体表面不断有一个个小疙瘩在流动, 柳志也停止了攻击, 指着唐岩仰头大笑。 哈哈哈哈, 唐大少不愧是云城第一顽固, 就连败家的方式也与众不同。 别人自杀服毒或者抹脖子。 唐大少就是牛, 直接吞大量灵药, 想要爆铁王。 说实在的, 二爷活这么大岁数, 还真没见过谁服灵药爆铁王的, 多谢唐大少给我长健身。 听到柳志的稀落, 林东雪目光充满忧虑, 粉泉紧钻在一起。 这个家伙平时看着挺机灵的, 这个时候怎么这么傻? 唐岩此时已经是有苦说不出, 虽然自己已经很努力地炼化滋生的灵气, 但吸收的速度和丹田催化的速度相比, 实在太过缓慢。 自己整个身体也逐渐地充气, 相信如果自己真不找出解决方法, 唐岩心知只能暴体而亡。 九届丹师因吞食丹药过多, 暴体而亡。 如果传到了自己前世的尹江湖, 恐怕要让所有人笑掉大牙吧。 强烈的疼痛开始在丹田和脉络中出现, 唐岩的意识也逐渐模糊, 耳边依稀传来的只有柳金的冷嘲热讽。 意识逐渐昏迷的唐岩开始出现了幻觉, 想到了自己前世, 想到了华夏文明, 盘古开天, 女娲补天, 大雨治水, 等等, 大雨治水。 意识都有些迷糊的唐岩, 似乎抓到了一点契机。 老海竟然又恢复了一丝清明。 大雨治水, 自己究竟想要寻找什么? 笃不如说。 哼, 又要迷糊过去的唐岩, 在身体就要受不了的这一刻, 脑袋突然一声巨响, 突然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咬破舌尖让自己再奋出一丝清明, 唐岩眼中闪现出疯狂的神色。 第062章, 武器上的碾压, 停止了疯狂消化灵气的做法。 唐岩站在原地, 双目赤红看着一脸嘲讽的柳金。 既然吸收不了这些灵气, 那不如直接释放出来。 只要释放的速度能超出丹药催化的速度, 便可拥有活下去的一线契机。 唐岩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但此刻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 原本还一脸放松的柳金, 感受到唐岩眼中的疯狂, 心突然一抖, 这小子想做什么? 不带柳金多想, 唐岩便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他答案。 唐岩身上的气势节节暴涨, 脚踩, 魅影不朝柳金冲去。 体内的灵气如同一座山, 让唐岩压根不要考虑消耗的问题。 右拳在半空中画出道道复杂的轨迹, 幽蓝色的天地造化火将拳头包围, 周围的空气如同被抽空一般, 让人产生窒息的压抑感。 炎暴涨, 唐岩沉喝一声, 一道强大无比的气势冲天起。 如同推出一座山一般, 唐岩的拳头就朝前推了出去。 这一拳看起来速度很慢, 但气势恢弘, 摧枯拉朽, 似乎前方所有阻拦都只有被碾压的下场。 若在刚才, 唐岩断然不敢使用炎暴涨。 这套5G的使用, 玄阶只不过是修炼的敲门砖, 对灵气得的消耗无比巨大, 甚至比天地造化火消耗的还要多。 自己连续打出两拳, 可能就会灵气耗尽。 但现在不一样了, 柳志的脸上露出强烈的金融, 他能感受到唐岩这套5G带来的压迫。 这威力, 似乎至少在玄阶高品。 柳金也十分纳闷, 唐家这小子究竟走了什么狗屎运, 怎么5G更不要钱似的朝外扔? 炎暴涨和天地造化火, 不管唐岩使用哪个, 都不能真正地和柳金争风。 之前在和柳志的较量中, 唐岩一直处于被动的姿态, 身体甚至已经受了伤。 但当炎暴涨和天地造化火, 这两个逆天的物种结合, 产生的威力, 哪怕是柳金心中都不断掂量, 唐岩此时的实力, 是不是已经能和自己分庭抗礼? 不信邪的柳金, 双目一寒, 玄阶无品的实力汹涌喷出, 脚步一踏, 如同猛虎下山, 势如破竹的一拳, 就朝唐岩轰去。 碰! 强烈的气流四处飞溅, 周围的沙石瞬间被炸飞。 唐岩和柳金的身体同时后退一步, 一旁观战的林东雪, 此刻翘脸上挂满了震惊。 原本自己还担心唐岩暴体而亡, 没想到唐岩这个状态下, 竟然还能打出如此霸道的一拳。 玄阶无品竟然在唐岩一拳下, 没占到半分便宜。 柳金心中又惊又骇, 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这家伙区区玄阶一品的实力, 不带柳金休息,唐岩的炎暴掌再次朝他轰来。 此时的唐岩已经不再讲究格斗的技巧。 要技巧, 炎暴掌就蕴含无上的技巧。 要力量, 炎暴掌就拥有霸道的力量。 要威力, 天地造化火便拥有绝对的破坏力。 此刻的唐岩完全靠武技的强大和体内不断滋生出的灵气, 疯狂地碾压柳金。 不错, 就是在碾压, 依旧是一掌, 被唐岩缓慢推出, 和之前同样霸道的气势再次出现, 已经领教过唐岩这招的柳金, 眼中闪出浓烈的忌惮。 面对唐岩这气势恢弘的一掌, 柳金竟然有一种高山扬指的感觉。 不过, 柳金心中依旧对自己的实力有无比的信心, 一拳再次挥出。 哄, 两人的招式再次碰撞在一起, 再次激起飞杀走失。 连续两掌后, 唐岩才感觉那如同爆裂的丹田要好一些。 刚想喘口气, 又一股精纯无比的灵气充满丹田。 唐岩不敢怠慢, 急忙再次推出一记严暴掌。 哄, 柳志又一次赢了上去。 唐岩如同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一掌接着一掌。 每一次进攻都和初始那般霸道, 犀利, 让人感觉必无可避。 但连续三十多次硬碰, 柳志已经产生了重复疲劳。 虽然贵为柳家二当家, 但柳金平日所用的丹药, 可没法和唐岩这个炼丹失比。 平时获得的丹药都被当即服下修炼用了。 此时他也想和唐岩那般狠土豪地掏出丹药, 不要钱似地朝嘴里塞。 可惜, 他没有。 况且他本人实力已经玄接无品, 本以为只要见到两人便可轻松斩杀唐岩。 谁知道原本妥善的安排, 竟然出现这样的变故。 碰, 又是一记催枯拉朽的一掌。 蹦, 这次唐岩站在原地未动, 但柳志则后退了一步。 这一次后退, 招视着柳京要落入下风。 碰, 登登, 又一次碰撞后, 柳京连续后退了两步。 唐岩依旧没有停歇, 终于在轰出了第五十八掌后, 柳京再也支撑不住, 被唐岩直接轰飞出去。 魅影部迅速展开, 格斗之星迅速运转, 没有丝毫停顿, 唐岩又是一记岩暴涨。 简单直见, 好不拖泥带水。 而真气已经被打散的柳京 再也没有了反击之力。 不要杀我! 柳京眼里闪过浓烈的恐惧和不甘, 自己堂堂玄街武品高手, 竟然败在了唐岩这个小背手里。 不仅要杀你, 你柳家每一个人, 我都不会放过。 唐岩冷哼一声, 柳家已经不是第一次续谋杀掉自己。 对于柳家的挑衅, 唐岩早已下定灭掉柳家的决心。 破! 这一掌, 唐岩直接打在柳京的咽喉, 当被打飞的柳京跌落在地后, 双眼充满不甘, 指着唐岩想说说话, 却再也没有了机会。 忽看到唐岩竟然把柳京打死了, 灵冬雪岩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大口地喘息, 一双美目落在唐岩身上, 充满好奇的打量。 这个年轻人身上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那诡异的步伐, 神秘的幽蓝色, 催枯拉朽的岩暴掌, 这些都不是在云城能够获得的资源。 而酣畅淋漓地和人对碰那么多下, 原本身体都要膨胀成球的唐岩, 身材又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感受到体内依旧有灵气源源不断地滋生, 唐岩心里着急, 就要再找个灵兽发泄一番, 原本沉寂的天地造化顶, 在这一刻突然不断地晃动, 那庞大无比的灵气, 在短短一瞬间就完全被单顶吸收。 唐岩此刻气得, 想将把这破顶摔了。 老子就要破体而亡的时候, 你压得没有半点动静, 现在危险过去了。 你反而把多余的灵气都吃了。 在心中幻想出一万匹羊驼对造化顶吐口水, 突然, 一道充满生机的气息突然从丹顶内散发出, 从丹田开始朝着脉络涌去。 随着这道充满生机的气息划过, 原本因为灵气膨胀, 给丹田和脉络造成的强烈损伤, 在这一刻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地愈合, 而一股极为熟悉的气息也突然从丹田内生出。 原本还无比郁闷的唐岩, 在这一刻眼中充满惊喜。 保护法, 我要调笑一会。 唐岩找个处偏僻的地方, 直接盘腿坐了下去。 唐岩知道, 如果不出意外, 自己这次又要突破了。 并不着急突破, 而是等待那道生机气流将自己的丹田脉络全部修复后, 唐岩才凝神秉息, 开始调息起来。 在战斗时, 由于气氛太过紧张, 唐岩只顾得上发泄灵气, 并不知道体内的灵气究竟积攒到了什么地步。 但现在唐岩发现自己的脉络, 和自己之前相比, 竟然硬生生被撑大了两倍。 而自己的丹田容纳的灵气, 更是不知多出了多少。 这一次唐岩也算是因祸得福, 借用灵气的冲撞, 硬生生对自己的丹田和脉络, 做了一次极限磨练。 虽然收获很大, 而且化险为宜, 但这一次也算自己福大命大。 那种灵气到达灵界点, 只要自己输出灵气的速度, 稍微慢上一步便会爆炸。 这种凶险的场面, 真气迅速在丹田内运转, 开始在丹田内汇聚。 终于灵气堆积到了一个灵界, 很自然地翻过一道勾砍。 玄机二片。 不过一切并未完全结束, 唐岩身上的其实再次攀升。 灵东雪在一旁盯着唐岩, 那俊秀的面庞, 竟然让他看得心中失神。 突然, 唐岩身上传来的波动, 让灵东雪心中一惊。 这家伙竟然也突破了。 简单的震撼后, 灵东雪也平静下来, 毕竟唐岩实力本就不弱, 加上吞服那么多灵丹, 因祸得服下突破实属正常。 但很快, 灵东雪的脸上就露出震惊之色。 刚刚突破的唐岩, 平静了梅一会后, 身上竟然再次出现一阵波动。 紧接着, 一股极强的气势一闪而逝。 一天之内, 唐岩竟然直接卖了两个品鉴。 灵东雪瞪大眼睛看着唐岩, 想看看这个家伙, 究竟是怎样一个妖面。 当唐岩睁开眼睛时, 映入眼帘的则是灵东雪好奇的大眼睛。 你看什么? 唐岩好奇问道, 啊! 回过神来的灵东雪, 听到唐岩声音吓了一跳, 拍着心口道, 吓我一跳? 你醒来不会说一声啊? 唐岩极度无语。 你自己好奇地盯着老子看, 还看走神了? 自己问你一声, 反而责怪起我来了。 不过灵东雪显然关注的问题不是这个。 激动地看着唐岩问道, 你刚刚突破了? 唐岩知道自己就在灵东雪眼皮底下修炼, 一切瞒不过他眼睛, 点了点头表示承认。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刚刚突破了两个品阶。 灵东雪急忙道。 是啊, 唐岩再次点了点头, 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听到唐岩的话, 灵东雪一致, 心中生出无比狂乱的感觉, 连续突破两个品阶。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才是装笔的最高境界啊。 你知不知道, 整个天乡国能够连续突破两个品阶的, 都是绝世天才。 灵东雪一字一顿大声吼道。 哦, 我知道了。 唐岩随口应付, 连续突破两个品阶。 对自己来说, 似乎并不是很奇怪的事。 第063章, 是强太多了。 看到唐岩满不在乎的样子, 灵东雪险些抓狂。 几里呱啦, 跟唐岩说了半天, 连续突破两个品阶是多么不易。 不过费尽口舌, 唐岩依旧是那副欠扁的淡定样子, 灵东雪也颇为郁闷, 干脆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结。 经历过与柳京一战, 之前灵东雪轻了唐岩那件事产生的尴尬,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接下来的日子里, 灵东雪自知想要再进阶已经很难, 主要练习的依旧是作战技巧。 已经突破到玄机二品的他, 战斗力较之从前又是提升了不少层次。 而唐岩经理过河柳京的一战, 凭借契机竟然将天地造化火和招式融合起来, 让唐岩对这项创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些日子, 唐岩主要练习的便是在不影响格斗之心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让天地造化火和招式融合。 整整六天时间, 唐岩终于能把天地造化火很顺畅地融入到格斗中。 当然, 和唐岩这个格斗大师在林冬雪的进步简直神速。 林冬雪这些天无数次的感觉, 自己当时一时冲动就跟着唐岩一起走, 这个选择简直无比正确。 而苍云山的灵兽众多, 月朝深处走, 三街灵兽也时常碰到。 这苍云山真是自己修行的天堂。 当和唐岩翻过一座山头时, 不远处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便映入两人视线。 林冬雪看了眼唐岩, 心中竟然有一丝失落, 似乎并不愿意这么早出去。 意识到自己心里所想, 林冬雪心里吓了一跳, 翘脸瞬间粉了起来。 看到唐岩似乎并未注意自己的变化, 林冬雪心中松了口气。 按照地图, 这里就是方程了。 十天时间, 正好是和城主大人会合的日子。 唐岩招呼一声道, 走吧, 下山了。 二人施展步伐下了山后, 纷纷收起步伐, 换成了普通的步行。 走了半个多时辰, 两人才刚走到城门。 方程! 看到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唐岩便与林冬雪走了进去。 刚进城门没多久, 四周就开始热闹起来。 各种叫卖声, 聊天声, 铁匠铺子打铁声, 声音嘈杂。 果然是冬域第一城, 比云城要繁华多了。 唐岩感叹一声。 说刚说完, 就感觉腰间软肉一疼, 低头一看, 只见林冬雪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唐岩也意识到, 云城可是林冬雪老爹的, 不过这妮子下手可真够狠的。 揉了揉疼痛的地方, 唐岩道, 走吧, 去之前约定的地点。 来了辆马车, 两人钻了进去。 小半个时辰, 马车便停了下来。 此时, 已到城中心地段, 四周极为繁华。 而最显眼的, 当属万方楼。 刚下马车, 唐岩便注意到了这个地方。 就因为他高, 不仅高, 而且占地还大。 周围的楼房大多为三层, 但他却有六层, 如同鹤立鸡群般, 惹人注目。 二位客官, 里面请, 吃饭还是住店? 二人刚走进去, 店小二立刻上来招呼。 听说已经预定好了房间,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唐岩和善道。 好嘞, 客官只要说出您遵信大名, 再说出何人预定, 我便能给您查看。 店小二热情解释。 唐岩爆出了各自名字后, 店小二便拿出一个步子查看。 当查到唐岩的驻地后, 脸上表情多出了一分谦卑, 急忙道, 二位住所已经有人预定好, 请随我来。 并没有上楼, 店小二推开后门, 引唐岩和灵冬雪进去。 刚入后门, 视野顿时开阔起来。 前方不远处便有一巨大的湖泊, 一条小河连通湖泊不知流向何方。 而周围树木林立, 哪怕现在已经出冬, 里面的景象依旧郁郁葱葱, 花团景簇。 而每隔一段距离, 则有一处单独的小院。 看着这幽静的地方, 唐岩心里一阵感叹, 不愧是云城最出名的酒楼。 这后院的住宅, 可不是一般人能建造起来的手柄。 小哥, 这里住一宿, 多少银子? 唐岩好奇问道, 一处小院八十辆。 店小二如实答道, 林冬雪听后不禁吐了吐舌头, 这价格可真不是普通人能消费起的。 在青石板路上走了一刻钟, 店小二便道, 这里是唐公子小院, 林姑娘与林壮士一处小院, 旁边这个是你们同伴柳公子的小院。 多谢了。 唐岩谢过小二, 便让齐回去。 走, 一起去见见我爹。 唐岩本打算先回去洗个澡, 却被林冬雪一把拽住。 敲了敲院门, 就见城主打开院门。 仔细看了下两人, 确定两人安然无恙后, 才长出了口气。 虽然当时很放心地, 让两人单独出行, 但这十天时间, 林孝也无时无刻地在担心两人安全。 唐岩见过城主大人。 唐岩立刻上前, 本以为已经够快了, 没想到还让城主大人等久了。 吴邦, 你们的速度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平安回来就好。 林孝笑着招呼二人走进小院。 小院中有一张桌子, 林孝给二人倒了杯茶。 张口问道, 这次你们从苍云山一侧走, 收获如何? 实力可有长进。 可否遇到三阶灵兽? 听到林孝问话, 收获颇多的林冬雪立刻来了精神。 在自己老爹面前, 林冬雪也没有在外人面前那般端庄秀气。 如同小孩邀功般说道, 当然遇到了, 三阶灵兽还遇到了不少呢。 林孝听后握着茶杯的手稍微一紧, 不过仍镇定问道, 遇到过哪些三阶灵兽? 有没有受伤? 遇到过飞溪、 肠尾师、 这些都被我们杀了, 其他大部分都是二阶灵兽。 林冬雪一五一十地将路上遇到的灵兽爆出, 林孝眼中也闪现出强烈的惊讶。 三阶灵兽, 顶级的灵兽都可以和玄阶四品甚至五品做斗争, 而普通的三阶灵兽也可以和玄阶一品甚至二品抗衡。 这两个家伙, 既然遇到的三阶灵兽都给斩杀了。 那你实力有没有进步? 林孝慈爱地看了眼林冬雪。 试试不就知道了, 林冬雪也不避讳唐颜在场, 跃跃欲试地跳到院子中间。 好, 那就试试。 林孝也不客气, 纵身跃到林冬雪对面。 你最多只能用二品实力哦, 看招。 林冬雪娇喝一声, 身上气势展开, 快速朝林孝冲去。 二品。 感受到林冬雪身上的气势, 林孝心中一阵惊喜。 按照自己的预估, 自己闺女想要突破到二品, 至少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 没想到进阶的速度比自己预期要早得多。 虽然林冬雪实力进阶, 但林孝并没有过多的意外, 对于自己女儿有几斤几两, 她可是十分清楚。 看到林冬雪冲过来, 心中并不以为意。 咦? 当林冬雪第一拳过来后, 林孝突然惊疑一声。 按照自己对女儿的了解, 这一拳过后应该是按部就班的出脚, 但自己的女儿竟然身形一转, 直接贴近自己, 有肘一个迅猛的冲撞, 迎向了林孝左肩。 这一招又快又猛, 确实出乎了林孝的意料。 林冬雪的第三招又冲了过来。 这一次, 林冬雪的腿迅速抬起, 直冲林孝小腹。 短短几期之间, 妇女二人便在院中过了十几招。 而林冬雪每次的进攻, 都会让林孝心头无比震撼。 那连贯无比的招式不仅凌厉, 而且快捷, 每一招都植入人体要害。 如果同阶的对手轻敌, 恐怕第一个回合就要落入下城。 林孝越打越心惊, 心中也越发好奇。 这十多天, 自己女儿究竟经历了什么? 十天前自己女儿和自己战斗, 自己出招都信手拈来, 轻松自如。 而现在, 自己却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才能将林冬雪完全压制下去。 而以前每次和女儿过招, 几乎是每隔三招, 林孝便能指出林冬雪的战斗漏洞。 但这一次和林冬雪的对决, 自己想在指点, 竟然有一种狗咬刺猬, 无从下嘴的无力感。 妇女二人在院中打了小半个时辰, 林孝才找到林冬雪一出漏洞, 趁着这个机会迅速将林冬雪拿下。 虽然赢了, 但林孝感觉老脸微红。 以前自己和林冬雪对练时, 林冬雪这么小的漏洞, 她一般不会占这种便宜。 但这一次, 如果自己不抓住这个小空门, 想要凭二凭地实力打赢她, 那还需要更久的时间。 不错。 好。 林孝毫不吝啬自己的赞叹, 服务长大笑道。 哎, 本以为能打赢呢。 林冬雪摇头叹息了一声, 听得林孝险些栽倒在地。 你这小妮子, 十天前还被自己打得落花流水, 现在就想着打败老爹了。 林孝不傻, 虽然不知道这十天, 女儿究竟经历了什么, 但她知道, 里面肯定有唐颜极大的功劳。 自己女儿的实力都如此, 那唐颜的实力, 又得有多强。 强忍着心中的好奇, 林孝和唐颜聊了一会儿后, 便交代一句, 明天一起前往, Triple X便送走了唐颜。 关上院门后, 林孝立刻拉过林冬雪, 满脸好奇问道, 丫头, 你把这十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详细和我说下。 切, 想打探唐颜实力的吧。 林冬雪狡黠地问道, 林孝老脸一红, 自己的主要目的, 还真被林冬雪猜中了。 轻壳一声道, 你实力如何提升得这么快? 这才十天不见, 实力提升了数倍啊。 唐颜教的, 对自己老爹, 林冬雪也不隐藏, 从第一次两人遇到红纹虎开始, 把唐颜教训, 教导自己的事情都全盘说出, 听得林孝心中无比震撼。 你的意思是, 唐颜在格斗上的实力, 还要比你强一些。 林孝急忙问道, 林冬雪摇了摇头, 不比你强, 那他如何指点你的? 看到自己女儿摇头, 林孝好奇问道, 在搏斗上, 他不是比我强一些, 是比我强太多了。 林冬雪认真纠正道, 第064章都是唐颜教的, 你个鬼机灵丫头, 说话就不能一次说全了。 林孝笑骂一声, 又问道, 他实力是不是已经踏入玄阶了? 听到林孝的问话, 林冬雪脸上露出怪异之色, 点了点头道, 玄阶三品。 什么? 林冬雪的回答, 着实让林孝一惊。 不错, 就是玄阶三品。 林冬雪再次确认, 那小子第一次展现实力, 是和柳家柳全作战, 实力只有圆阶七品, 在中秋大会上展现的实力, 只有黄阶六品, 在选拔赛上展现的实力, 只有黄阶九品, 这才多短时间, 他就玄阶三品了。 林孝这一算, 已经完全地惊呆了。 唐颜既然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从圆阶到玄阶的飞跃。 他原本的实力, 只有黄阶一品, 但在第四天, 连续晋级两个品阶。 林冬雪再次添了把火。 什么? 连续晋升两个品阶? 这得是顶尖资质才能做到的啊。 林孝终于没忍住, 尸声惊叫出来, 急忙追问道, 那天他是如何进阶的? 快说给我听听。 应该是柳志暴露了我和唐颜的行踪。 柳家柳京尾随我们, 想要置我们于死地。 柳京? 他不是玄阶五品吗? 林孝惊讶问道, 你们遇到了他? 如何逃脱的? 没逃, 柳京被唐颜打死了。 林冬雪与不惊人死不休。 果然, 林孝的脸上已经露出了不相信的神色。 但他深知女儿在大事上绝对不会说谎。 急忙问当时的情况。 林冬雪将那天的情况毫无隐瞒地说出, 林孝的脸色也一点一点地阴沉起来。 林冬雪那惊人动魄的描述, 可不是胡编乱造就能说出来的。 柳家, 该死。 林孝心中涌出无限的怒火, 半晌才平静下心情, 深吸口气道, 虽然那柳家主要是想针对唐颜, 而且唐颜因祸得福。 但这一次, 也确实是唐颜拼命救你一命。 咱们城主府, 就因为唐颜这小子, 已经欠了唐家不少人情。 等到这次冬狱大笔结束, 回头我们便还唐家一个人情吧。 又和林冬雪聊了一个多时辰, 林孝才让林冬雪去休息。 而他则坐在藤椅上, 看了眼唐颜小院的方向, 眼中闪过复杂之色。 有好奇, 有期待, 有欣慰, 有赞赏。 这个年轻人, 自从做了一首相见欢喜, 自己就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结果越想了解他, 却发现越看不透他。 仔细消化下林冬雪的话, 林孝对唐颜的实力, 也怀着空前的信心。 历届冬狱大笔垫底, 让林孝围棋身心俱疲, 每次参赛都直不起腰杆, 心里对着冬狱大笔, 早已无比厌烦。 但这次云城出战的三个名额, 全部为玄接不说, 自己女儿已经玄接二品。 更有一个妖孽般的唐颜。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林孝对冬狱大笔充满期待。 唐颜回到房间后, 收拾一番, 想到已经身处闹事, 不太适合练习武技, 便在小院中练起了极限六试。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一日一早, 唐颜刚起床没多会, 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仅仅听到那敲门的频率, 唐颜便猜到是林冬雪。 笑着将院门打开, 看着一席静装的俏美人。 唐颜打趣道, 传成这样, 莫非想去打架? 去你的, 之前来的时候, 我爹不就说过, 来到方城, 便带我们去见识下绝杀楼。 林冬雪白了唐颜一眼道, 唐颜顿时想起了这事, 记得进去一次, 还要五千两银子, 如此高昂的费用, 让唐颜对这个地方, 产生了无限的好奇。 好, 那我们一起过去。 唐颜并不啰嗦, 直接跟着林冬雪朝城主小院走去。 柳志早已在此等候, 看到人已来骑, 林孝带三人吃过早饭, 便朝外面走去。 根据地图显示, 绝杀楼在接近城中地方, 距离万方楼并不远。 小半个时辰, 一行四人便看到一座桶状高楼助力。 走到近处, 唐颜将这绝杀楼打量一圈。 万方楼占地面积极大, 呈正方形, 长宽个百米。 楼高六层, 加上占地面积极大, 看起来就显得大气。 而绝杀楼外壁并非砖石, 赫然为青铜所住。 看起来坚固无比, 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 在二层和三层之间, 绝杀楼三个巨大无比的字镶嵌其上, 霸气非凡。 绝杀楼的知名度, 不仅仅在方城, 在整片冬域, 甚至周遭的一些城市, 对这座极难通关的绝杀楼都颇有兴趣。 无数天才来到这里都纷纷失败, 并没有削弱其名气, 反而激起了无数人想要通关的决心。 而每个前来挑战的人, 巨多以通了多少关为荣。 这里便是绝杀楼了, 楼高六层, 每一层都有一个关卡。 进去之后, 极有可能重伤, 也不排除伤亡的可能。 所以你们进去之后, 务必小心。 林孝郑重提醒, 如果万一抵挡不住怎么办? 柳志眼里闪过一丝金句。 进去之前, 每个人都会只有两块令牌, 可以分别放在手里和嘴里, 但凡捏碎或者咬碎, 都可让这一层的所有攻击停止。 而这时候, 你就必须从这一层出来。 哗! 林孝刚解释完, 就听一道声音传来, 三楼正前方一扇门开启, 一名青年从里面走了出来。 嘿! 真不错! 看到那名青年走出, 立刻有他同伴迎了上去。 不做什么, 三层都没过去, 没达到四层, 恐怕这次大笔危险了。 这名青年脸上有些丧气。 唐颜奋出一丝神念, 感受下此人实力, 心中便是一惊, 这个人的实力, 已经玄接一品巅峰, 竟然连三层都过不了。 看到唐颜三人的目光, 都落在那名青年身上, 林孝再次解释, 一般每座城来方城参赛的人, 都会送这里来参加一次选拔。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一般的选手, 但凡能从四层出来, 便有一征前十五的实力。 但凡能从第五层出来, 进入青龙院, 也算是定在铁板上的事。 当然, 哪怕你们从第三层出来, 也不用灰心, 以往也有人第三层出来, 最后依旧被青龙院选中。 唐颜听后心中了然, 恐怕这绝沙楼, 算是大笔钱一个简单的测验了。 好了, 你们三个在这里等着, 我去帮你们报名。 林孝吩咐一句, 便朝报名处走去。 林姑娘, 不知你有信心闯到第几层。 林孝走后, 柳芝立刻找林冬雪攀谈。 林冬雪容貌无双, 又饱读诗书, 身上洋溢的气质无比迷人。 如果能顺利娶到林冬雪, 不仅仅是娶到的好媳妇, 更意味着背后有着城主府这个靠山。 柳芝想趁着这些机会拉近和林冬雪的距离, 但她的如意算盘注定会打空。 或许之前林冬雪对柳芝这个人, 还有些欣赏。 但自从知道, 就因为这个人通风报信, 自己和唐妍才会被柳金追杀。 他就对柳家人没有半分好感。 这个要看实力, 柳公子到时可要好生努力, 再不济也要从三层出来。 否则浪费银子是小, 给云城丢脸可就罪过大了。 林冬雪冷冷说道, 听到林冬雪雨中带刺, 柳芝心中一阵疑惑。 这个女人怎么突然对自己如此冷漠? 对于唐妍能活着回来, 柳芝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震惊, 也不会担心自己通风报信的事情会败露。 毕竟自己之前专门交代, 要自己二叔柳二爷出马。 家族也一定会重视自己这条情报, 不会随便派人刺杀唐妍。 柳金实力已经玄接无品, 之所以没杀掉唐妍, 并让其完好无损地回来, 一定是跟丢了两人。 唐妍,你说你能闯到第几层? 林冬雪对柳芝美好脸色, 但却饶有兴致地和唐妍搭讪。 林冬雪对自己和唐妍态度的反差, 让柳芝眼里闪过一丝恨意。 这两个狗男女, 不会在单独来方程的路上, 发生了什么不要脸的事情吧? 只能拼尽全力试一试了。 唐妍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也不知道我能冲进第几层。 唐妍,要不咱俩比比, 看谁通关的层数多? 林冬雪又问道, 你厉害还不行吗? 唐妍敷衍道, 你肯定不敢跟本姑娘比。 林冬雪开始使用她拙劣的激将法, 你是不是个男人? 听到赌,唐妍突然就想到了上次, 林冬雪叫嚷着要和自己比速度的场景。 而最后输了的林冬雪, 那赌气的一吻, 依旧让唐妍记忆犹新。 毕竟是初吻啊。 浮想连翩的唐妍, 脑子一热张口就来。 要是和上次赌注一样, 我就跟你比。 上次那件急丢人的事, 两人虽然心里都记得, 但都心照不宣地闭口不提。 但这次又被唐妍提出来, 林冬雪翘脸刷的一下, 如同初春的桃花, 粉嫩可爱。 讨厌死了。 林冬雪休脑地催了一口, 看到两人打情骂靠的样子, 刚刚备受冷落的柳志, 眼中越发嫉妒和愤怒。 狗男女。 柳志心中突然蹦出这个词语, 就当三人等待灵笑的功夫, 又有一拨人晃悠悠朝这边赶来。 这群人身上带着极强的灵气波动, 年纪也很年轻, 估计也是参加冬裕大比的人。 林冬雪生的本就水灵, 来的时候便吸引了不少人注意。 而自己那修人的事, 被唐妍就是重提, 娇羞的模样, 顿时让周围的人越发惊艳。 而来的这五人, 同样注意到了双颊羞红的林冬雪。 一名粉面白衣青年双眼一亮, 露出了一丝荡浪的光芒, 停住身形朝林冬雪笑嘻嘻道, 我与姑娘一见头缘, 不知可否赏个脸, 待会与哥哥喝一杯。 听到这名青年的话, 这火人剧都停住身形, 脸上也都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第065章, 各赏一巴掌, 滚远点。 看到这青年不怀好意的目光, 林冬雪不悦地皱了皱眉。 姚师兄, 人家让你滚远点哪。 一名瘦高蓝袍青年笑道, 呵呵, 我乃语成遥远, 还请姑娘赏脸。 否则我在这一群是兄弟面前, 脸朝哪个? 白衣青年虽然笑着, 但脸上的强势毫不掩饰地流露。 一旁站着的柳质, 眼里则产生一丝快意。 刚才让你这个贱人不给老子好脸色看, 现在惹上麻烦了吧? 脸是自己给的, 不是别人给的。 我没权利, 也没义务让你有脸。 林冬雪并不假以此色。 而林冬雪越是如此, 越是激起了遥远的征服欲。 这一点脸都不给。 那我要是必须要这个脸呢? 遥远语气转冷道。 我们是云城城主府的人, 这位公子是要和云城开战吗? 唐颜横插一句。 云城? 那五人听后一愣, 紧接着便是一阵哄笑。 遥远脸上更是露出浓烈的嘲弄。 还云城呢,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小子, 下次再介绍你们云城, 直接说垫底城便行了。 这万年垫底的称号, 可比什么云城出名多了。 唐颜并不愿再次引发冲突, 原本想张口下退这些人, 没想到引出了这样的效果。 当下心中也闪过一丝怒意, 深吸口气, 余光一扫, 突然就看到了一旁幸灾乐祸的柳志, 心中一动, 陈生说道, 我身旁这位, 相信你应该听说过, 我们云城第一人柳志。 柳兄长得比你帅, 家底也雄厚, 实力应该也比你强。 你想让这位姑娘请你吃饭? 不知你有什么资格? 柳志? 遥远眉头一皱, 将云城的信息仔细回忆一遍, 这个城市理解倒数第一, 说实在的他还真没怎么关注。 不过印象中好像听说过, 柳家有个人是云城第一, 当下把目光落在了柳志身上。 听到唐颜的吹捧, 柳志在这一瞬间也傲然昂首。 唐颜只不过九品的实力, 虽然上次打败了自己, 但他心里并不承认自己不如唐颜。 哦? 那你说, 本公子如何才有资格? 遥远也来了兴致, 你只要能打败他, 这面子我们便给你。 如果打不过, 抱歉, 你没有这资格。 唐颜傲然说道, 似乎对柳志的实力颇有信心。 作为整个冬域都极为著名的绝沙楼, 哪怕是平日看热闹的都门庭若市。 更何况, 现在临近冬域大笔, 这里聚集的人更多。 当双方引发冲突的那一瞬间, 便吸引了不少人聚拢过来。 知道唐颜这边, 竟然是历届垫底的云城时, 更是提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此刻, 大家都好奇地盯着柳志, 似乎想知道, 刺刺落后的云城, 这次派出的第一高手, 又拥有怎样的实力? 哦? 遥远的目光, 也落在柳志身上。 唐颜之前的吹捧, 加上柳志骄傲的神态, 再到唐颜表现出, 对柳志实力的无比自信, 让他也相信了, 柳志便是云城最强的参赛者。 哦? 不知这位姑娘, 意下如何? 遥远也有些心动, 虽然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完全可以用实力, 让林东雪陪自己喝一杯, 但如果能让林东雪心甘情愿地陪酒, 自己岂不是更有面子? 先赢了再说吧。 林东雪原想直接拒绝, 但想到自己实力不弱, 自己父亲就在不远处, 哪怕柳志输了, 自己压根不用担心什么, 当下回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柳公子对吧, 为了家人有约, 得罪了。 遥远拱了拱手, 柳志并不傻, 此刻也立刻明白过来, 自己被唐颜耍了。 但现在想要争辩, 一时却不知如何反驳。 而且, 此刻也容不得他去解释什么。 对面的遥远身上, 气势展开, 快速朝柳志冲来。 玄阶二品巅峰。 感受到遥远身上的气势, 周围人群立刻发出一阵惊呼。 柳志只是刚踏入玄阶没多久, 哪怕家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培养, 最多只是稳固下玄阶的实力, 和玄阶二品巅峰的实力比, 依旧相差甚远。 啪!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柳志还没来及出招, 只感觉眼前一花, 左脸颊就是火辣辣的疼痛。 轰周围的人愣了愣神, 立刻发出一阵哄骂。 哈哈, 这云城不愧是万年垫底, 连人家一招也没接住。 可不是吗? 听说遥远在宇城, 还不是第一人呢? 这云城也太差了点,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的议论, 无意不是表达对云城的鄙意。 柳志瞬间就被打蒙了, 自己堂堂柳家大哨,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打了一巴掌。 当然, 不仅仅柳志蒙了, 就连宇城的那一众人, 此时也有些反应不过来。 这云城第一人, 未免太不堪一击了吧。 啪啪啪啪啪。 遥远似乎也感觉有些不真实, 又朝柳志的脸上招呼几巴掌。 当看到柳志在自己的镇压下, 竟然没有一点反抗之力后, 心终于放了下来。 奶奶的, 原本还以为这家伙是故意挨打, 现在看来就是实力炸。 啪。 遥远抬起一脚, 便朝柳志踹去。 柳志身形连退束步,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而心中羞愤之下, 一口怒血就吐了出来。 柳公子, 柳公子。 唐岩此刻颇为急切地走过去, 想要扶住柳志。 而唐岩表现出的慌乱模样, 更惹来一阵唏嘘。 看来这所谓的柳志, 确实是这次云城派来的最强者。 收拾完了柳志, 遥远脸上也露出一丝笑意。 这位姑娘, 不知现在是否可以赏脸喝一杯。 今晚咱俩不醉不归。 而周围的人听到遥远的话, 脸上也露出一丝暧昧的神色。 林东雪也没料到, 柳志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刚想要拒绝, 一道浑厚的男生传来, 你们在做什么? 一道无形的威压传来, 围观的人立刻让出一条道, 林孝修长魁梧的身形立刻走了上来。 看到来人, 林东雪脸上一喜, 扭过头扑到了林孝怀里。 指着遥远几人道, 爹爹, 那个人欺负我, 还打伤了柳公子。 林孝的不悦地皱了皱眉, 简单探测了下柳志的伤势, 脸色阴沉地看着遥远几人, 含声道, 不知己为什么意思。 颇为忌惮地看着林孝, 遥远心中也闪过一丝惊惧。 一个身材挺拔, 一直没有作声的轻袍青年, 副手朝前一步, 拱手抱拳道。 我这个兄弟, 与贵城三明俊杰一见投缘, 便攀谈几句。 一时兴起, 便赛前切磋了下。 看着架势, 此人应该为五人之首。 胡说, 爹爹, 是那个叫遥远的, 硬要拉我去陪他喝酒, 我不同意便产生了纠纷。 林冬雪立刻告状, 啪。 林孝听后, 眉头一皱, 冷烈的目光落在遥远身上, 原本外表轻挑的遥远, 如同被看穿一般, 浑身不自在。 这位姑娘严重, 啪。 话音未落, 唐颜眼皮一跳, 感觉身前一道人影闪过, 紧接着一个清脆的巴掌声传来, 硬生生将他的话打断。 啪啪啪啪。 又是四道清脆的巴掌声, 羽成五名青年, 愣是没有半分还手之力, 每个人右脸皆挨了一巴掌。 冬雪贵为我城主府千金, 冒犯他便等同冒犯我云城城主府。 今日念你们无知者无畏, 稍作惩罚, 若有下次, 定不轻扰。 冷烈的声音传来, 虽然没有散发出多强的实力, 但依旧镇住了在场所有人。 一城之主的霸气, 在这一刻尽数展开。 小一辈之间的争斗, 还要老一辈人插手, 苏某见识短浅, 同在冬裕下, 竟然不知云城还有这般规矩。 那名为首的青袍青年, 哪怕实力不济, 依旧出言讽刺。 唐颜心里知道, 如果林孝在接话, 就真是有失身份, 这个时候该小一辈的出马。 当下上前一步道, 我看这位公子不仅人品有问题, 智力也有问题。 遥远冒犯我城主府, 便是如我云城。 城主大人, 只是教育你们做人的道理, 与争斗无关。 听到唐颜的话, 林孝虽然脸上依旧冷练。 扫了眼默不作声的柳志, 心里再次感慨, 和唐颜配合确实愉快。 如果这次没带唐颜来, 而是带秦家或者武家的人, 遇到这样的情况, 恐怕也都会和柳志一样, 默不作声吧。 果然, 听到唐颜的话, 那五人愣是被噎住了。 不过那苏公子反应也算敏捷, 不屑道。 我就说, 云城年轻一辈, 为何各个实力地下, 次次大笔垫底, 原来一直修炼的是嘴皮子。 是不是次次垫底不清楚, 还要在大笔上定论? 不过我听说上上次大笔, 你们宇城倒数第三, 上一次倒数第二, 看你们这个势头, 这次你们不垫底, 实在是有为天道循环。 唐颜言辞犀利地反击。 哦? 既然这位公子这么有信心, 不知可敢在这里, 跟我比一场。 苏公子激将道, 比一场。 周围大多数看热闹不嫌是大的主, 人群里突然冒出了一句, 比一场, 比一场, 一旦有个人带头, 立刻又有人跟着起哄, 一时场面上的气氛越发热烈。 唐颜感受下那名苏公子的实力, 从其隐晦的气息波动来看, 实力至少在玄阶三平。 而唐颜虽然低调, 但并不代表他怕惹事。 迎着轻袍青年的目光, 唐颜淡笑道, 你们来到这, 应该也为了这绝沙楼, 不如我们就比比。 谁能从更高层出来? 听到唐颜的提议, 虽然和自己的想法有些不同, 但也恰合了苏维心意。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苏维朗声道, 好, 那我们就比谁能从更高层出来? 这样的比试, 理应有些踩头, 不如这样。 如果你输了, 你便在这里大喊三声, 云成不如雨成。 如果我输了, 便喊三次雨成不如云成。 如何? 听到苏维的建议, 周围的人兴趣大增。 这东玉大比尚未开始, 各城之间就出现了如此热闹的战斗, 看来今年的东玉大比, 一如既往的热闹。 第066章, 闯关, 诸位, 今日我雨成和云成有所争执, 先插个队, 借绝沙楼一用。 苏某再次谢过各位。 苏维拱手朗声道, 无妨无妨, 你们先闯关比试吧。 在场的所有人对两城之间的争夺, 都无比好奇。 这个时候, 自然不会有人不开眼, 专门拖延两人比赛。 一个个很是大度的任气插队。 谢谢, 谢谢各位。 苏维拱手说完, 头微扬, 眼露不屑地看着唐岩问, 不知咱俩谁先来? 你先来吧。 唐岩怂怂间不争这一分一秒。 如果两个实力相当的人比赛, 第一个挑战的占有一定优势。 如果第一个取得的成绩不错, 必然会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从而影响下一个人的发挥。 唐岩的提议自然深得苏维心意。 苏维也不客气, 从怀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令牌, 经过检查后便推开了大门, 进入了第一层。 唐岩, 你对这次比试, 可有信心。 灵孝小声问道, 我会尽全力。 唐岩坚定道, 刚刚我也探测了下那小子实力, 实力确实不错, 恐怕闯到第四层并非难事, 闯到第五层也有一定可能。 不过, 你也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 输赢乃兵家常识。 灵孝说了句暖心的话, 嗯, 我晓得了。 对了城主大人, 不知这绝沙楼里面究竟有哪些动静。 趁着有时间, 唐岩赶紧问道。 绝沙楼分六层, 前三层检测的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第一层是五倍重力, 你需要在半炷箱时间从起点走到终点。 第二层为十倍重力, 里面的格局和第一层一样, 不过会有一些攻击阻拦你。 你需要在一炷箱的时间内冲到终点。 第三层开始, 便是十分凶险的存在。 里面是十五倍重力, 这样的重压下, 对玄阶低品甚至中品都有很强的阻碍能力。 而周围的攻击会更为凶险。 三炷箱的时间, 如果没闯过去, 便算输。 不过很多人往往坚持不了三炷箱的时间, 很可能因为体力耗尽而不得不放弃。 第四层, 考验的是作战能力, 里面会有一些机关兽。 至于第五层, 则是对体力、精神力、 毅力和耐力等各个方面的考验。 至于第六层, 灵孝犹豫了片刻, 才张口道, 这一层很少有人进去, 绝沙楼对此闭口不谈。 而一些天资妖艳者进去, 出来后, 消息也被完全封锁。 所以在很多人心里, 第六层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唐言知道, 灵孝因为实力早已超过玄阶, 无法亲自探测六层有什么。 不过能对前五层有所了解, 唐言也已经满足。 众人也都耐着性子, 等到苏维出来。 宇成的人对苏维的实力, 拥有极强的信心。 而他们, 看向云成的目光, 除了仇视外, 还有一丝快意。 只要到时唐言输了, 灵孝给他们一巴掌的耻辱, 不仅可以全部讨回, 更能狠狠地羞辱下云成。 当然, 不仅仅是宇成那五人, 心里如此想, 一些人心里, 对云成同样不看好。 之前便说, 就被遥远甩了几个大巴掌。 他们第一人就如此不堪, 唐言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大半个时辰后, 原本平静的绝沙楼 突然传来轰的一道声音, 众人急忙望去, 只见五层上赫然开了一扇门。 而门的旁边, 则打了一个一的字样。 五层! 看到那人出来, 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 唐言双眼微眯, 看了眼五层站出来的苏维, 虽然脸上不满了疲惫,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显得极为狼狈, 但脸上却挂着一丝别样的神采。 哈哈! 五层! 云城输定了! 看到自己这边的人出来, 遥远立刻跳起来笑道。 信不如命! 从楼上走过来, 苏维对着自己成年人说完, 便转头看向唐言。 你是直接认输, 还是继续比? 认输得了, 要是连二层都没闯过去, 丢人可就真丢大了。 就算是三层出来, 那也丢人啊。 人群中也有不少宇城来看热闹的, 在下面帮枪喊着。 而众人看向唐言的眼神, 也充满了鄙视和同情。 这小子还真是不自量力, 这次云城丢人, 已经是钉在铁板上的事情了。 鄙, 当然鄙, 你还没赢呢。 唐言笑了笑, 从林孝手中接过自己的令牌。 不自量力, 遥远立刻奚落一句, 唐言, 加油! 林东学演中有些担忧, 毕竟唐言只是新踏入玄阶三品, 实力应该尚不稳定。 城主, 之前的门上显示一个一, 那是什么意思? 唐言好奇问道, 那是对这一层作战成绩的评估, 每一层都会有自动统计成绩的阵法, 满分为十分。 之前那人为五层一分, 应该是刚进去便支撑不住。 林孝解释道, 好, 那我进去看一看。 唐言对林孝和林东学笑了笑, 拿着令牌朝门前走去。 看着唐言执意比赛, 众人对其做法, 同时表示不自量力。 对周围人们的目光, 唐言视而不见, 将令牌递给周围的守门大汉, 大汉咧嘴一笑, 递给唐言两个词球, 这两个东西都可以用真气震碎, 一旦碎了, 所有攻击都会停止。 谢谢。 唐言拱了拱手, 进去吧小伙子, 勇气可加。 大汉说了一句, 便打开了一层的门, 唐言抬腿走了进去。 开盘开盘, 赌云成盈的, 比率一比十。 赌他从二层出来的, 压一胜一。 赌他从三层出来的, 压三胜一。 赌他从四层出来的, 压一胜二。 赌他从五层出来, 压一胜十。 赌他从六层出来, 压一胜百。 唐言刚进去, 立刻有人开庄赌局。 这庄家刚喊, 立刻有人围了过去。 我压他从二层出来, 三两银子。 我压他从三层出来, 五十两银子。 三层出来, 三十两银子。 二层出来, 八十两银子。 三层出来, 二百两银子。 周围的人纷纷下注, 不过这么多人, 赌的区间竟然全部是二层和三层, 四层只有区区两人, 五层之上没有。 而压唐言能获胜的, 也是灵蛋。 看到场面热闹的样子, 林东雪眼里闪过一丝愤怒, 扭头拽着林笑的胳膊撒娇道, 爹, 你去压一柱吗? 压哪个? 林笑饶有兴趣地看着女儿, 压他赢, 十万两银子。 林东雪立刻道, 十万两。 林笑听后, 眼皮跳了跳。 我的小姑奶奶, 你还真不把钱当回事。 如果压他从四层出来, 林笑倒还可以考虑, 但是压唐言赢, 林笑心中也没有底。 压那小子, 二层出, 五万两银子。 宇成的遥远, 从怀中取出一叠银票, 扔到了庄家面前。 得意了看了眼云成这方人, 眼里的鄙视和轻挑, 毫不掩饰。 压唐言赢, 十万两银子。 林东雪心中升起一阵厌恶, 脑子一热就喊出了一个价格。 压唐言赢, 还十万两银子。 当林东雪的话说完, 周围的人立刻安静下来, 不少人都张大嘴巴, 惊讶地看着这个气质非凡的女孩。 看起来很机灵的一姑娘, 怎么也这么败价呢? 林笑心狠狠一抽, 丫头, 你报价钱倒是跟我说一声啊。 不过女儿已经把话料出, 林笑也不会让林东雪下不来台, 从怀中取出十万两的银票, 让林东雪过去压住。 哈哈, 人群中不知谁带头笑了一声, 立刻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庄家此时更是眉开眼笑, 心中对林东雪无比感谢, 这十万两银子几乎是白送到手啊。 对于众人指指点点地嘲笑, 林笑也不在意, 坐在茶棚要了杯茶, 悠闲地品了起来。 当唐言走进大门后, 立刻感觉身上一沉。 不过倒没有唐言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因为这五倍重力带来的压力, 竟然还不如瀑布下势能的二分之大。 打量一下周围的情况, 这绝沙楼为正方形, 约某百米长。 进门之后, 周围全部是水潭, 水质不深, 约三十厘米。 不过唐言却看到, 水底全是锋利细长的钢锥, 要是不深落水, 估计脚上就是几个窟窿。 水上有一条铜路, 这条铜路并非笔直, 而是蜿蜒曲折, 如果将这些道路拉直, 恐怕能有四五百米。 加上光线和经过特殊处理的铜色, 水的颜色和这条路色差不大, 如果眼神和真气把握不好, 只怕会直接栽下去。 最坑跌的还是铜路的高度, 竟然和水平面近乎等高。 这样更加大了, 分清是水势路的难度。 索性这五倍的重力, 对唐言没有半点影响, 而且, 唐言的魅影部更是天下无双。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唐言也不犹豫, 顺着铜路朝对面奔去。 虽然道路弯弯曲曲, 而且水下埋着危险, 但唐言速度并不慢。 短短半分钟, 唐言便如入无人之境, 直接到达了对面。 等唐言踏到终点后, 墙壁上一扇门, 立刻轰隆隆一声打开。 唐言笑了笑, 便朝那扇门走去。 门内是一条通往二层的楼梯, 当唐言走进去后, 身上顿时一沉, 原本还算顺畅的步子, 终于有了些影响。 感受到这十倍的重力, 唐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原来老子在瀑布下, 重力已经超过了十倍, 唐言在数十米的瀑布下, 依旧能自如地行动, 甚至修炼武技。 这十倍的重力, 对唐言来说, 也不算难事。 当走完楼梯后, 唐言看着第二层的布局, 果然和第一层相差无几。 不过仍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第二层的那层青铜路, 更加地蜿蜒曲折。 而距离道路的两米内, 散落着不少高大石头。 想到林孝之前的介绍, 唐言双眼一眯,